這次的講座 那我這次的講座叫做中南美洲美術工藝技行 等一下會介紹有關我去中南美洲五個國家 看到的一些工藝跟見聞 那不一定只有工藝 有些是我遇到的人 然後跟學到的事情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在演講開始之前呢 欸可以嗎 欸沒關係 欸很近 對這個就這樣 要特別感謝國家美術基金會跟燦爛時光 就是他們邀請我來這邊 那國家美術基金會是因為我申請的計劃 叫做海外一遊專案 我是拿補助出去的 那這個基金會他贊助我大概20萬的金額 讓我可以到中南美洲去進行這場公立旅行 欸可以了 謝謝你 不行沒關係 算了 好沒關係我離他很近 那欸怎樣 先介紹一下我叫曾余蓁 然後大家都叫我余蓁 那我我是呃 台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師畢業的 那我現在就是做金工跟插畫 然後這是我的一些作品 好不重點 那呃這場旅行呢 我大概寫了四本日記 然後他呃去參加了不同的工作坊跟礦場 然後也遇到了很多人 那等一下你們就會看到那如果你覺得說 呃這個內容有點太多我吸收不了話 你可以舉個手跟我說一下 因為我有時候會不小心講太多 不要一直笑 那我這場旅行呢主要分成三個部分 就是呃我去拜訪不同的藝術家跟雜誌社 然後呢我參加當地辦的國際工作營 那這個工作營是做呃石頭的呃 鑲嵌的一個工作營 那以及就是去那邊不同的美術館跟當地的 還有一些當地的工藝家進行交流 我總共一開始的計劃呢 是去63天原本只要去 哥倫比亞智利 秘魯跟墨西哥四個國家 但是後來我成功申請到了 我在智利申請到了波利維亞簽證 所以我就呃多了波利維亞這個國家 然後總共去了95天 我的旅程的呃 我的旅程的那個流程大概是從波利 從哥倫比亞開始 然後到智利大概待了一個月 我主要的採訪都是在這邊 那再來到波利維亞 就是我搭巴士 直接從那個邊境過波利維亞 然後在也是搭巴士到秘魯 那最後我用飛機 然後飛到墨西哥也是待了一個月這樣子 那首先呢 第一站就是波格大 波格大我是呃 那個時候我要去的時候 其實就是大家都說就是 欸你很勇敢啊 你自己一個女生 然後跑去東南美洲 可能不怕被搶啊 會不會少一顆聖什麼的 然後 所以我聽了我也很害怕 然後 因為我沒有去過 然後我也不知道說實際怎麼樣 所以 聽說哥倫比亞很多毒銷啊 然後什麼的 所以我不敢排很多天在那邊 因為我主要的採訪都是在智利 所以我就 但我一定要去哥倫比亞 是因為哥倫比亞有 就是南美洲最大的黃金博物館 所以我就只排了兩天 因為我怕就是我一個閃神 被搶的話 我就什麼計畫都不用執行了 所以我就是在那邊只待了兩天 但後來到了時候 我覺得非常可惜 因為它是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國家 那哥倫比亞的 你們大家知道 中南美洲大部分都是開發洲的國家 那它其實貧富差距是很大的 所以我住的地方 跟你要看博物館的地方 其實是有點像是 你住的 我住的地方是那種一層樓的停房 然後他們改建成hostile 就是那種很多人住在同一間的那種房子 然後你會覺得說 欸其實很舒適 可是你看到隔壁間 可能就是 不是台北人會住的地方 也不是就是台灣人會住的地方 可能他們就是 停房 然後有一個很簡單的門這樣子 但也沒有 也沒有全部人都是這樣 只是說你當你到 到博物館之後 你就發現那些高樓大廈圍繞著你的時候 你好像在渡行之間進行到 進行有兩個世界 那在哥倫比亞我覺得 在波哥大我覺得很喜歡的一個地方 是這個地方 它非常非常多的塗鴉 就是甚至會有商家會請藝術家到當地 就是大花家的店前面做幫他做塗鴉 那這是一些我看到的跟你們分享 這是一家酒吧 前面就是很漂亮的塗鴉 那它風格非常非常多 然後我自己很喜歡 好再來就是這個主要就是 這個這個博物館 它叫Museo de Oro Oro就是新聞的黃金的意思 那這裡有非常非常多的藏品 我買了一本 呃相關的那個 就是導覽手冊 他們出的專書 那你有興趣等一下可以來翻閱 那為什麼說這個博物館是 呃非常一定要來看呢 是因為呃 他收藏了現在目前為止都在美洲最多的黃金的藏品 應該看到這個呃 左邊這個長得很像人的 這個很像人的 這個很像人的就是他們其實就是巫師在帶 巫師或是皇帝 他們帶呃皇帝嗎 應該是國王 帶的時候會把他的臉跟主要的一些一些能夠見識到能夠呃 辨識到你是人的這個狀態的地方遮起來 比方說他的臉部他的 呃擴大他的耳朵的下方 然後做一些段視 那我一開始的時候我才不是很清楚為什麼他要這麼做 但後來我一路往南邊去 因為其實文化是流動的 所以就是每個地方都會找到相似的文化的因素 那後來我在秘魯的北邊就得到了答案 我就跟他說什麼你們的文物都要把臉都遮起來這樣 他就說你想想看 在很久很久以前 這事實上沒有什麼東西是量的 就是人一般人民的生活用的是土做成的桃 你住的你住的地方可能是草屋或是或是泥磚做的地方 你不會遇到太多很閃亮的東西 那當你把金屬金或是銀就是拋的非常的光亮 帶在人身上 然後遠遠的皇帝在國王在遊行或是巫師在遊行的時候 他看不到你的時候他真的會以為你是神 所以他們就說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他們會把臉部遮起來 好,那在這個博物館裡面我非常見識到了很多 就是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中南美洲人就是他們的想像力是非常非常豐富的 他們的金屬的觀念其實跟我們是不一樣的 我們的觀念是我這個東西我要佩戴或是我要拿去賣 所以尤其是中華文化的金飾 有的時候其實是金錢的概念 就是我是這是幾兩種 然後我就是算多少錢給你 然後我可能加一點設計費是供錢或什麼的 那或者是我們會把這個東西買來送人 可是中南美洲他們在原明文化裡面 其實金屬金屬黃金跟銀 對他們而言其實是一種工具 就是他們不是貨幣的概念 他們是拿這個東西巫師拿這個東西 透過這個東西去穿梭在就是跟靈界溝通這件事情 那比方說哥倫比亞的原明信仰他們是把世界分成有點像我們 他們分成天界人界跟地界 那巫師就是會透過不同的東西去跟這些這三界溝通 那有的時候會比方說你覺得哪裡痛 他們就覺得說那你是因為什麼什麼靈的就是作祟 所以他就要去跟那邊的靈溝通的時候他就會佩戴 比方說天界的他就會佩戴鳥 那他就可以穿梭在天界去跟天界的靈溝通 那這個是Jaga Jaga就是美洲豹 那他佩戴美洲豹的時候他就可以跟人界就是人間界溝通 這樣子 那就是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他們在這裡運用他們想像力 因為有的時候你不會希望東西只有一種功能嘛 就是所以他們就創造出可能有圖的美洲豹或是有翅膀的魚 這樣他就可以同時一次一次擁有多種享受 就是同時穿越在不同的界子之間 所以他們創造出了很多不一樣的生物 那有的時候是連現代的研究員他們也不知道說他到底是有幾種組成的 這裡看起來是有鱷魚啦鱷魚的魚巴 然後然後美洲豹嘛 然後埔應該是某一種魚類之類的 他在這個文物在這個博物館裡面有很多很多這樣子的東西 等一下你們看看一下手冊會看到 那這裡同時也介紹了他們用什麼樣的工法做成這個東西 那在在那個時候沒有我們現在那麼厲害的眼睛技術的時候 他們其實很多時候靠土跟火 然後跟小型的小工具去做書這樣 那你看到這個頭其實只有這麼小 對,可是他們其實做得非常非常精緻 那在這個博物館裡面我特別要介紹這個文物 這個文物是一個黃金面具 那他不是一個跟你的臉等比例的面具 他是一個縮小的面具 然後這個是我在那個博物館的導覽員裡面他最喜歡的一件 那他就說為什麼為什麼這件文物對他量這麼重要 因為這個文物是在 大家知道美洲為什麼講西班牙文嗎 是因為在 蛤? 對,在15世紀的時候 然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然後他在這個地方就大量的歐洲移民前往了美洲 那他們就是他們有點像是 他們說他們不是故意的 反正就是因為美洲是沒有被其他地域的人入侵過的 那他同時代不只是當地西班牙人的屠殺 還有他們帶來的一些病菌 是美洲人沒有辦法承受的 所以他們 蛤? 像是天花 就是有一些疾病是對他們而言是沒有辦法承受 所以美洲人有大量的死亡 那就是造成了就是現在 其實你在看到很多的原住民其實他們數量是稀少的 但是依據現在的研究來講 就是美洲其實遠遠 之前所住的人可能遠遠超過當時的歐洲或是亞洲 那這個面具呢 就是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前的美洲人的臉孔 那所以他當然是 就是現在的伯格大其實有很多很多人 他們都是歐洲跟歐洲跟美洲人的混血 就是他們的臉長得像是歐洲人 那大家都說哥倫比亞是就是美女最多的國家 那你們想想看對於美女的定義 就是對於美的定義 其實大家都會很很容易 這個世界全球化的關係 造成大家對於美的定義其實被局限在某一種臉孔 比方說你是雙眼皮啊 你的鼻子要很高啊 你的五官要很立體啊 可是其實就算我們中國人好 中國以前的審美觀也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中國以前審美觀漂亮的女生是鳳眼的 就是她是單眼皮的 那美洲也是美洲其實本來有自己的審美觀 那現在的伯格大就是哥倫比亞 很多人也是受到歐洲文化的影響 所以他們覺得說 喔我今天有歐洲的血統 我今天皮膚比較白 我長得很高 我的鼻子很挺 我就是漂亮的 那他就會有一種外國人的自傲 可是這個導覽員他就說 他想要透過這面具告訴大家 他每一次導覽他都會告訴大家 就是美洲有我們曾經有這麼好的文化 在這個時候同時其他國家 並不一定可以做出這麼漂亮的狗藝品 我們有很好的我們有很好的自己的審美觀 我們應該要對自己的原始文化有自信 而不是覺得別人的文化比較好 那這個觀念就是我一開始就想要跟大家分享 是因為我在之後會一直聽到不同 不同的人告訴我這件事情 那也是讓我去反省就是自己在 我是台灣人 那我覺得台灣就是我還是跟大家一樣 覺得台灣是一個軌道嗎 還是我應該是以自己成長的地方為人 然後從這個地方去找到跟別人不一樣的力量 就這個面具想要跟大家分享 好很快因為波哥大概只有兩天 然後我就前往聖地雅閣 那這個在這個過程之中 然後確實發生了一件事情 那我也是希望說之後大家在 在看得到嗎 在自己旅行的時候是多注意 就是有的時候你想要完成一件事情 可是其實你必須要去考量自己的能力 還好嗎 有時候我就跟他們的話 好好好 在就是在波哥大 在波哥大的時候 其實波哥大是一個高山城市 那時候我不是很 不是很 就是我沒有查到這個 我以為就是反正我搭搭兩 大概兩天而已應該就還好這樣 那那時候其實我已經從 我從台灣飛韓國 韓國飛洛杉磯 洛杉磯飛佛里達 佛里達飛波哥大哥 一天我就飛 飛去巴西 然後再轉機到聖地雅閣 就這一段旅程其實我非常非常累 可是我沒有發現 就是我心裡很緊張嘛 因為第一次到南美洲 那時候我就想 就是我在波哥大的第一個晚上 其實我就高山震而發作 然後我就是其實有點 就是頭很痛 然後我覺得很累 可是因為我很急著想要完成這個計畫 我想要去過 去到我計畫上所有寫的地方 所以我就硬硬的去找去看那些博物館 然後不夠拍照拍不夠的地方 我還重新回去 然後在趕飛機的前一個小時 我都還在趕路 然後到飛機到機場等候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覺得自己不太對了 就覺得頭很痛 然後我就想說 一定是高山症 我已經適合高山腰了 我就沒事 我就上飛機睡個覺 我就沒事了這樣 然後就上到飛機 就在轉機 就波哥大馬 他會先轉巴西的聖保羅 聖保羅才會飛聖地亞 我在這個轉機的過程中 我記得 我記得就是那一次我在飛機上 然後旁邊有兩個很壯碩的男生夾在我 就在我旁邊 然後我覺得非常有壓迫感 然後我就想說不行不行 我趕快睡覺 我就沒事了不要看到他們 然後 然後 因為你知道旁邊很急 就會很急 然後所以我就跟空姐 要了一杯紅酒 然後喝完之後就睡了 然後等我一睡醒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不能 我就覺得我不能呼吸 我就 我就開始喘 然後我覺得我不能呼吸 所以我就 我今天斜之後沒喘 我就衝去後面說 請你可以給我一杯水嗎 然後那個空服員就說 當然可以啊 但你還好嗎 他就拿了一杯水給我 然後我就 眼淚就啪掉下來 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我就說 我覺得我不能呼吸 然後我就這樣 我覺得我不能呼吸這樣 然後我就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他就說 你沒事嗎 你有什麼病史嗎 你之前有什麼狀 你之前有什麼病史嗎 還是怎麼樣 我說我沒有 我不知道我怎麼 但我不能我吸不到氣這樣 然後他就很慌張 他就趕快把那個椅子翻下來 然後叫我坐下 他就跟我說 你不要緊張 你不要緊張 我跟你說 我是哥倫比亞人 啊你是哪裡人呢 我跟你說 我是同性戀 然後我們要結婚了 我老公叫大衛 然後哪裡哪裡 你有去過哪裡哪裡嗎 結果他把他所有的事情都跟我講 然後說 欸這位空姐叫Natasha 然後那個是什麼名字 就全部都跟我講 然後他就是為了讓你countdown 就讓你冷靜下來 然後他就拿了一個紙袋給我 就是這樣 就是吸氣 然後我後來冷靜下來之後 所以我認識了說 那個飛機上所有的空服員 然後 然後後來我去查 就是這叫做過度呼吸 就是你緊張 然後你覺得吸不到氣 你就一直吸氣 然後造成你身上的氧氣太多了 然後你就會就是 就是你會有一種 就是要死死掉的感覺這樣 那這個 欸如果大家有發生這種狀況的話 你只要拿出紙袋 然後就是 就是靠著吸氣就可以 因為紙袋裡面反覆的 就是吸收你那個吐出來的氣 所以它裡面有很多二氧化碳 所以你就可以讓你自己平靜下來 如果你遇到這個狀況 但是這件事情要提醒大家就是 就是你在旅行的過程中 你可能有很多你想要完成的事情 但是你不要太勉強自己這樣子 那總是我活下來了 那我認識了控死人的 然後 好 那我就到成功到了聖地雅閣 但是聖地雅閣我大概 大概一個多一個月左右 欸 是智利 那到了第一天我非常幸運 那天就是他們的Charkle Charkle就是有點像我們的國際藝術博覽會 就是有很多的畫廊都會在那邊 都會在那邊做展演 那這次找我去Charkle的是我當時聯絡到的一個藝術家 那他就說 欸今天你剛好來的時候剛好是 我剛好跟你約 我就跟一個沒見過面的人 約在某一個車站 但他一秒就認出我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 然後 對 對 CH 對 GAMEBOY 喔 Charkle 對 那 那 這個博覽他說 欸我們一起去好了 我們的展覽有在那裡展 那 他說的這句話是非常的重要 請問大家有學過金弓的舉手 你知道當代首飾或是金弓是什麼 那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 我是學金弓的 就是金弓其實有點像是你 最簡單的概念就是你帶你去買耳環 或是首飾或是手環那些的 那 傳統的他們會做這種可以佩戴的東西 然後可能是用硅金屬做的 那 另外 近幾年來 近十幾年來 有一個東西叫做當代首飾 就當代金弓 他們是用不同的材質 可能用紙啊 用木頭啊 不同的材質去做出可以佩戴的東西 那現在在這個世界上 就大概分成兩個這樣子的主流這樣 那我在這邊聯絡到的藝術家 是做當代首飾的 那他就說 欸我們的東西在這裡展喔 那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 他就說因為你像 大家知道國際書館會嗎 知道的請舉手 台灣的 欸好吵 國際書館會就是很多畫廊會去那裡展 都大部分都是畫跟雕塑 那你就想想看這樣子的概念 然後今天有一個首飾的公司 或是首飾的集團 可以在那裡有一個小小的攤位 對他們來講是很榮譽的 因為這是他們 他說你一定要來探這個展 因為這個展是我們第一次可以進入到Tracco 我不知道你們能夠理解這個概念 就是一個畫廊的展裡面有一個首飾的畫廊可以進去 就是很特別的 那欸對 但是因為市立是一個開八州國家 所以其實他的展沒有很大 就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台灣的國際書館會大概每年都在世貿一館 就那個大小大概都世貿一館 那這個大小大概世貿三館的大小而已 就其實沒有很多間 所以你想想看就是為什麼很多人現在都會去中南美洲投資 是因為他們正在往上 就他們在走台灣三四十年前的路 他們正在經濟發展然後體驗藝術 然後想要了解什麼才是真正的藝術 台灣已經有點比較前面 但我們還沒有趕上其他國家但是比較前面 所以他的規模其實沒有很大 但是每年每年都會變大這樣 那我那時候進去說我很緊張 因為我到我到那個Hustle 然後我去見我去見那個就是比友 就跟他說見見面那個藝術家 然後外面超級多人排隊 只剩下一個小時可以看 然後他就我就很緊張 我想說怎麼辦怎麼辦我看不完 他說你不要緊張 你不要緊張你一定看得完你不要緊張 然後我進去說對都看得完 因為就這樣 就這樣 就這樣 大概20件左右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們的一些做法 可以看到 可能跟大家看到我們剛才你們剛來的時候 會經過一些銀樓 你們看到他跟銀樓東西長得不太一樣 他這個是用不同的 不同的金屬做成的別人 有石頭 然後18K金還有18K金 然後他用銀 就不同的金屬組合起來 這是其中一個 那這個另外一件 他就是用一些老舊的木頭 可能是老人們拆下來 然後做一些改裝 這是其中兩件 那聖地亞我到的第一天我覺得 我後來才知道那是非常幸運的 就是我在那個展覽結束之後 我走出去那個 那個是展覽的地方 以前是一個舊車站 那我們走出來的時候 就看到這個山 這個山 大家知道是什麼山嗎 有一個山脈是橫越中南美洲 他們叫做安地斯山脈 他們叫Los Andes 那這個山脈就是對他們來講 其實對當地原住民來講是非常非常神聖的 然後我一出去的時候就看到那個 夕陽的粉紅色光灑在還有雪的山脈上 你就會覺得天啊 我的來這裡真是太幸運了 這樣很感動 然後後來我就認識了 當後來幾天認識了聖地亞跟人 我就跟他說 你們那個山真的很美 我說對啊很美 但是其實不太常看到 因為我們這裡有霧霾 就你那天真的蠻幸運的這樣 就是後來我們一個月裡面 好像只有兩三天有看到這個山 就是他們的污染也蠻嚴重的 那這是我採訪的其中一個藝術家 他們他們叫做Waka 就是兩個智利人 那一個他們之前是去澳洲留學 然後學金工 那後來回到智利州就開了自己的工坊 那我參加工作也是在這邊參加的 那我也想要特別提一下 我有帶一些台灣的資料去跟他們分享 就是一些台灣的金工工作室 那我就說有很多 因為我那時候在申請計畫的時候 其實我記得大概有 我不知道有沒有100封信 就是給 我認為他應該是中南美洲人的藝術家 然後試圖想要找到他們願意讓我去拜訪 可是回來的人非常少 然後我在找那個藝術家的時候 發現很多人他都已經移居美國或是歐洲了 因為他們的那些手勢的發展 他們的那些國家的手勢發展的概念比較成熟 就他們的作品在那裡賣得掉 簡單來說 那實在智利就是還沒有發展到那個部分 所以這跟台灣一樣是你的東西做出來你很喜歡 然後也很有意義 可是你東西賣不掉 那你就沒辦法生存嘛 那我就問他們說他們為什麼要回來 就是有很多人都沒有回來 能夠待在國外就待在國外 他就說因為我們是智利人啊 就是能夠做出最智利的東西的人 就是我們智利人啊 我最有資格說我做的東西最智利 就是最屬於我自己的國家 自己的文化鋪馬 那我在運用這些元素也是最熟悉的 那我去歐洲 我不一定可以做得過歐洲的人啊 可是我一定要說我做的 我用智利的文化做歐洲人一定做不過我啊 所以他是用這樣子的考量去思考 然後回到智利 那確實他們兩個在這幾年的努力之下 就是非常他們非常常去不同的國家 美國、歐洲、美洲不同的地方巡演 然後就是被說是什麼智利的知名藝術工作者這樣子 就是他們的確是打出一番名號 然後但是他們一開始的時候 只有一個小小工作有兩個人 然後什麼一點很簡單的工具這樣 嗯 那他叫做Claudia Claudia他是他們家是做 以前以前是做牛角的工藝品的 就是每周以前是沒有牛 也是西班牙人帶去的 但是就是他們就是後來研發 因為其實也過了很久嘛 一百一兩百年 幾百年啊 五六百年 現在幾年 一四一代的 六百六百多年 就是其實也變成一種傳統了 所以他們之前有 在Claudia家族有一種 就是把牛角做成喝酒的杯子 就是他的祖輩都是這樣子的工藝師 所以當他做後來選擇做首飾的時候 他就說那我就用牛角來做好了 因為這就是我家族傳統嘛 他特別就是用牛角來做創作的 然後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他用牛角做成的飾品 等一下我有帶來 他們就會送給他們覺得想要祝福的人這樣子 然後就只有送不會賣的一個牛角的飾品 那你想想看其實他們都真的都是用 都是用自己身邊的東西去思考 怎麼樣做創作這樣子 等一下先講Walk Up之前我想要跟你們看個影片 好 那這就是我在Walk Up 我在這個工作室裡面參加的工作營 他是一個英國的 英國聖馬丁大學的老師 就是人長得很正 然後講話很好聽 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欸欸怎麼會這樣 欸不好意思啊 欸他沒關掉 欸剛剛他沒關掉 欸同學不要這樣子 你要聽不到他很漂亮很好聽的聲音 那我們我在參加五天的工作營就是用不同 新英國槍 新英國槍 他用瘋蠟 他是用瘋蠟把石頭捏起來 好 那為什麼要放這段影片 除了希望就是給精工的同學看一下 就是我們那時候上課的狀況 還有一個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當那時候的奇妙的感覺 就是我們以前都 我們以前都學過英文嘛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一點的英文 你還是聽得懂的 然後呢 所以你在那裡很嘗試的 很嘗試的了解他的英文的時候 旁邊的人都是西班牙文 都在講西班牙文 然後他們想要解釋說 這個老師在說什麼 因為他們的英文也不好 所以他們想要解釋西班牙文 他說就是 就是講西文 然後你會 我會一點點西文 但我沒有英文這麼好 當然你可以完全理解老師說什麼 但同學在解釋的時候 你完全聽不懂 那是一個完全相反的狀況 就是 就是同學可能說 老師要說的就是那個石頭啊 要放進去不可以鑽太深啊 可是他講的你完全聽不懂 但是他講了幾個單字之後 你就說 原來他在解釋老師說的那句 完全聽得懂的話 就是 我覺得這就是在國外 就是在國外參加工作很好 就是你可以就是用不同的方式 去刺激你的感官 那這就是那時候跟我約在 去看展覽的這個女生 他叫做 他叫做 然後他以前是在德國留學的 他就是後來回來 也是回來自立 然後做創作 他的老公是做傳統的珠寶的 就是那種定製珠寶 用K筋啊 什麼紅寶石啊 那種做的 那他就是做當代首飾 然後他就是生小孩 然後也是選擇從德國回來 然後大概差不多原因 他也是想要自己做 跟當自己的生活 生命脈絡有關係的作品 那這是他的作品 你們猜猜看那是什麼材質 這個項鍊在那天展覽的時候賣掉 材質 嗯 這是什麼東西做的 鐵 嗯嗯嗯嗯 誰 樹皮 欸你好厲害喔 這是樹皮 對他用樹皮 然後做染色之後 用自己的方式 就是把他固定上去 這個也是樹皮 然後加上其他 銅染色的金屬 那他他就是 這個樹是 呃 黃金的手名字 但是他是智利的國 國樹 就像我們那個紅塊啊 什麼就是很有名智利的那種 那他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做創作 啊我很喜歡他的作品 那他作品有一種 不知道為什麼跟他人有 一樣有一種很溫暖的感覺 那為什麼你要放這張道具 就是他小孩啊 然後我就說 欸那你現在就是有小孩了 就是小孩要養啊 然後要照顧啊 你還有時間做創作嗎 他就說 嗯這的確是一個問題 但是所幸他們家還小康 所以他們就請了一個保姆 保姆來他們家 然後他們把他跟他老公 把後院改成小型的工作室 所以他們兩個夫妻呢 早上白天就是把小孩丟給保姆 然後就是兩個人就到後院去 然後開始悄悄打打 做做做做做 然後保姆有什麼事情就衝過來說 欸看小孩怎麼樣了 然後他就再衝回去這樣 但是就是 然後就是 就是然後他們就做做做 然後保姆回去 他們再繼續回來照顧小孩 那我說你覺得 你會覺得這樣子有點辛苦 他就說 嗯對啊 可是就是每一個階段 都有每一個階段可以做的事情 我也很享受我現在當母親的角色 而且我現在當媽媽之後 我的想法也跟以前不一樣 所以我可以創作出只有這個階段 我可以創作的作品 那我聽起來就會很感動 就是就是只要你想要做一件事情 其實有些人就會說 啊因為我現在生小孩啦 我現在有要兩家 我現在什麼就是會有很多的理由 可是當你想真的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一定會找到方法的 如果是從他身上看到這件事情 嗯但家裡是小康啊 對 那我就是我如果拜訪的藝術家 因為就是你知道我之前聯絡這麼多 那那些可知智便宇 我願意回信跟你說好啊 那你來找我的人真的很少 所以我就會 我都會畫一些紀念品送給他們 好那這家就是 我在聖地亞哥主要都是住Hustle Hustle跟旅館不一樣 就是你不是自己住一間房間 你是在那個房間裡面 可能有很多個室友 可能有三四個人跟你住同一個 同一間然後睡上下鋪這樣 然後可能今天是A跟你一起睡 A睡你隔壁床 明天他就換別人這樣子 就是這種 那這種方式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認識很多不同 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 那壞處就是有時候很吵 他們晚上打呼 你會想衝去揍他 那你不會是死他 就是有點苦惱這樣 那就是我在其中住的一個Hustle 那旁邊那個拿明信片 我也帶明信片去送給大家 那那個明信片的人是 我剛剛還蠻好的 因為他是那天的櫃台 然後我就覺得他講的西文好熟悉喔 跟當地不太一樣 我就說 你是從西班牙來的嗎 他就說 嗯對我從瓦倫夏 就是我之前去的那個國家 我說難怪我覺得你的口音好像 然後我們就變成朋友這樣 那我這張照片主要是跟人介紹這個人 他叫Pedro 他是阿根廷人 為什麼要介紹他 好 就他是一個遊牧金公司 就是他 他就是會做 在他旅行的過程中 就會去找一個地方 然後租小型的空間 然後帶他進攻工具 然後就在那個地方 然後找當地的石頭 做成飾品之後 就在當地買 那 智利有一個非常 他們的國石 就是叫做 我忘記了 青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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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只有兩個國家 一個好像是伊朗吧 伊朗 忘記了 反正就是那個總統國家 那另外一個就是智利 那在智利的聖地雅閣 有一個區域叫做Biavista 那這個就是藝術區 Biavista 對 好 藝術區他們有很多很多就是 很多商地都是賣青金石的飾品 那這位大哥 他就是做了很多青金石的飾品 跟其他寶石 主要是青金石 就是在那個地方 然後就 那個毯子就鋪在路上 然後就放上去 然後路上的人看喜歡就跟他買這樣 他就獲得旅費 就可以去其他地方這樣 然後 我會遇到他就是在Hustle 然後他就說 你從哪裡來啊 然後就每個人都是在Hustle 就會說你從哪裡來哪國家 來幹嘛什麼 要去哪裡什麼 然後他就說 我是來做訪問的 我就來這邊拜訪一些金工藝術家 你來拜訪金工藝術家 你來拜訪金工藝術家 我就是啊 你就來跟我學啊 然後我就想說 欸你哪位 這組先拿來看看啊 然後於是他就很開心的 東東跑上去 然後拿了一大堆 然後說你看這是我做的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也跟我說他的故事 我就說 欸那你這個東西是跟誰 這個技法是誰教你 你在哪裡學的 他就說喔 這我女朋友教我的 你女朋友教你 那你女朋友在哪 他說喔在南邊 然後我說那你為什麼 我不要跟他一起做這樣 他說喔 因為我就是 就我女朋友懷孕啊 然後我不想要當爸爸 我覺得我人生還是比較浪漫一點 我比較熱愛自由一點 所以他就逃走了 哈哈哈 他學會人家的技術之後就逃走了 然後 哈哈哈 跟我說他人生比較自由一點 那總之呢 他就是帶著跟女友學到的技術 然後拋棄棄子 然後就 就來到這個地方 喔這是那個北亞Vista 剛剛跟著 欸怎麼不見 上一個 上一個嗎 就 就是那個在那個北亞Vista區 會看到的一些清金石的飾品 就藍色的就是清金石 我今天有帶給大家看 對 然後總之我就想說 喔好啊 既然你是做清金石 他做的東西有點像是馬賽克的香籤 我就說好啊 那不然多少錢 然後我去跟你學個一天這樣子 然後我就攢一攢我的旅費 然後就是 就是後來就 就到他的一個小的工作室 那 他的工作室在聖地亞哥的近郊 就是在市區 可能搭車要兩個小時這樣 他叫做 如果你們有喝紅酒的話 他是很非常非常知名的紅酒產區 那就在那個地方 然後有個小型 小的小很小 大概兩坪而已的房間 然後那個房間就是 就是他擺了一個很簡單的工作桌 然後就是旁邊有他收集的石頭 他就在那裡做這樣子 對 比如我們那天完成的東西 就像這樣 好 他用紅銅做的 好 那因為就是有一些 今天有一些學金工的同學來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特別介紹一下 那個聖地亞 我們剛看到的當代 就是現在人正在做的手事 那我們來看看以前人做的手事 就是 就像我剛剛說的 在美洲其實 經營不是金錢的概念 就是他們其實有點像是 就是 配件 然後或者是用來做東西的工具 小的 就無私用的工具 然後那時候那個 西班牙人就是一路從 他們從哪裡登陸啊 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墨西哥那一帶 一路下來 往下來 然後就是拿到印加帝國 印加就是智利在南邊嘛 然後上面是秘魯嘛 他們奪取印加帝國之後 一路就往下 然後就想說 因為他們是用 有點像是 離間記 就是獲得印加帝國 他們就覺得 這件事情很easy啊 就是美洲人很蠢這樣 然後就一往下 然後就遇到了 在智利這邊的原住民 他們叫做 Los Mabuches 非常非常的會打仗 就是他們跟 他們跟西班牙人打仗沒有輸過 所以他們就是 就是踢到鐵板了 然後怎麼辦呢 就 只好再想出一些 骯髒的軌跡 對 其實在他們身上會看到一些 就是我們在台灣也會有一些影子 就對了 他們怎麼 怎麼骯髒的軌跡呢 他們拿酒跟銀去換 煙酒 就拿酒精灌他們 讓他們就是 就沉溺於酒精之中 然後呢 拿煙給他們抽啊 然後用銀跟他們換土地 那你知道原住民的概念 其實有時候 跟我們的契約的概念 不是太一樣的 他們不知道 他們 他們在這個過程之中 他們的土地就已經不屬於他們了 所以他現在他們都一直在抗爭 就是希望智利人還給他們 把他們的土地還給他們 其實有點像我們現在原住民 希望就是中華民國政府 可以把土地還給他們 有點類似的概念 那那時候他們重新在那裡獲得了很多銀 那他們也不知道怎麼用啊 他們就做成飾品 很會做 很會做 對 他們就做成不同的飾品 那他們飾品有一個很特別的風格 因為他們是騎馬 他們騎馬 所以就是 就是 就是會有一些 就是其實看起來 做起來強度都很夠 很非常堅固的飾品 欸不然可以用了耶 對 對 對 就是 就是他們的飾品這樣子 嗯 給大家看一下 你們覺得 不覺得 跟我們剛才看到黃金博物館那個有點像 就是他們都會在這邊做很大的那個裝飾 嗯 就是他們 那 嗯 每週有一個 有一個紀念日叫做 哥倫比亞發現新大陸的紀念日 就是 這天是放假的 然後這天街上就會出現很多火 就是他們就會出來抗議 原住民就會出來抗議 他就這一天根本就不值得紀念 就是歇息我們的國 就歇息我們 然後害我們死了那麼多人 你們還跟我說這天 這一天值得放假嗎 就是他們就會出來 然後看到地上 就是大家都在地上燒那個東西啊 然後就是 就是大家穿原住民出來 塗裝出來這樣 所以其實 嗯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概念 其實是 其實是相對的 就是當歐洲人從美洲賺了很多錢 然後在歐洲蓋了很多很多漂亮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這些地方的人是在受苦的 然後我會這樣子深刻的感受到 是因為我之前有一段時間是在西班牙留學 然後我在留學的時候 我很記得那時候我跟我的朋友到 南部的西班牙有一個地方叫做西比亞 那西比亞之前就是 美洲的船回到這邊 他們就把那邊掠奪的黃金 就是收藏在西比亞這個地方 那他有一個碉堡 然後那時候我朋友就指著他就說 欸你看那個碉堡 那個碉堡就是以前都藏黃金喔 就從美洲那裡運來的黃金 然後那時候我沒有感受就是 我沒有那麼深刻的感受 直到我到這裡 然後我知道這個人因為那些 因為那些在別的世界被稱為貨幣的東西 就是受了多少的苦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就是 那些歐洲覺得很美好的事情 對你來講其實有點骯髒 我自己啊就是我自己對 好那很快速的很快速的 我在聖地亞哥的附近 我去了一個地方叫做巴巴拉伊索 那巴巴拉伊索就是是一個 聽說有點危險的城市 它是一個港口城市 那為什麼它很重要 什麼有點危險 那這個城市很漂亮喔 它是很多很多小山丘組成的 那這山丘有很多很不同的顏色 等一下我會告訴你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顏色 那為什麼一定要去 他們就稱這個地方為歐洲的 智地的文化首都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它有非常非常久的歷史 以前呢巴拉伊索還沒開通的時候啊 那些那個美洲有淘金熱就好像發現黃金 然後他們就很多很多歐洲人想要移民 然後一夜致富這樣 所以他們就搭了很久很久很久的船 然後就會從這裡 你看這裡是美洲的南邊嘛 從這裡登陸然後再往上去去淘金的地方 那後來巴拉伊索開通之後 這邊就沒落了 因為從上面更快嘛 所以這邊就沒落了 但是這裡就留了很多那些移民進來啊 蓋房子啊 然後留下來的建築物 然後早期就是非常的繁榮 那它這裡有很多很多小山丘 都是不同的顏色 那這個地方很特別 就是它是一個 對我來講是窮人跟富人雜儲的地方 因為它非常的有一點稀皮 然後就是很多藝術家很愛主來住這邊 然後就藝術家有些人很有錢 比方說智利很有名的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 叫做巴布羅尼魯達 尼魯達 就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話叫做 愛情很短 旺很長 就是那個 就他寫的 那他就住這邊 那他是有錢人 那也有很多窮人 所以就是這邊有很多 你可以看到很多鐵皮屋大成的房子 然後又有那種看起來很像豪宅的地方 那就是如果在這裡會感受到很多的衝突感 那這些房子為什麼那麼彩色呢 除了現在的人故意坐成彩色之外 其實有一個 有一段歷史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剛剛那些歐洲人 想要移民來這裡掏金嘛 那到這裡之後 就是有些人可能其實家裡個人 就沒有錢啊 就是要為了來賺錢才來這裡的嘛 所以他們也沒有東西蓋房子 那怎麼辦呢 那個修船不是有舊的廢的鐵皮嗎 修船的 他們就把那個剩下的鐵皮拿來蓋房子 啊 修船不是要那個嗎 就是房秀要除那個漆啊 剩下漆就拿來漆自己的房子 房秀 所以 因為這次漆紅色 下次去綠色 可能每次都不一樣 所以就是 山丘就漸漸的變成很多不一樣的顏色 那也是因為這樣 就後來有很多人會為了這個來這裡 那這個地方 有很多 我剛才說 因為有點嬉皮 然後很多藝術家也很喜歡來這裡住 所以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塗鴉 超級多 你在這裡超級多塗鴉 那為什麼說這裡有點危險呢 就 就像我剛才說的 這是一個貧富差距 就有錢人跟 跟富人一起住的地方 所以就是 就是 你在很多地方其實會遇到一些危險 就是他看到你很有錢又落單 然後你在 你在山丘上面走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被搶劫 所以這邊有點危險 可是他因為他有 他在路上有 你會找到非常非常多 很漂亮的塗鴉 所以就會 大家還是會 蜂擁而上 去找那些塗鴉這樣 那我剛到 我剛到的時候 我其實也是有點擔心 因為你知道我意思是很擔心被搶 然後 然後後來我就一到那個Hustle 我就問那個Hustle的主人說 聽說這裡的風 治安不太好 那有什麼區域是我盡量不要去的嗎 還是有什麼注意的要跟我講 那他講了一句話 一句話就點醒我 他就說 嗯 他是一個德國人 他就說 嗯 你想想看 你是一個女生 然後 如果你穿了很多 你穿了看起來 很有錢 穿金帶銀 然後晚上一個人走在路上 那你就是危險的啊 這件事情不管到世界上哪個地方都是一樣的 所以就是 就是對他而言 Vaparista不是一個危險的地方 危險的地方 危險的原因是因為 你讓別人覺得你有機可乘 就是我覺得那 那是他點心 我後來我到其他地方 我就沒那麼害怕 我就覺得 對啊對啊 而且我那個走一走褲子又破掉啊 然後就是包包也看起來很髒啊 就是對 就我完全沒有髒 我在這95天之間完全沒髒子屍 對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 一個非常有名的土鴉 土鴉池 他就這一大片建築 就是他就畫了這個 他很喜歡玻利維亞的文化 所以這個好像是 這好像是羊駝吧 羊駝人這樣 對 要改一下 對 那這個地方就是很其實很漂亮 那每年呢 這裡都會放那個跨年煙火 這也是世界知名的跨年煙火 這也是世界知名的跨年煙火 就會在這個海港這邊 這樣咻咻咻咻咻咻 這樣子放 這就是聶魯達 我剛才跟你說那個詩人 嗯 成品也可以找到他的詩集 對 我剛才我揭露了一段 就這句最有名 那前面其實超級長這樣 嗯 那大家還好嗎 那我們要繼續往上移動喔 好 啊對這邊 就是喔對 下一站我去卡拉瑪 卡拉瑪是智利的一個沙漠 他叫做阿卡拉瑪 世界上最乾燥的地方 那我去這裡是為了要去一個銅礦場 然後 就像剛才跟你們說的 我在飛機上發生那件事情 然後覺得很可怕 那其實 從把卡拉瑪到卡拉瑪要搭24小時的巴士 然後我自己很緊張 因為我在台灣也發作過一次 就是不能呼吸 這一次是在巴士上 所以我非常緊張 所以我就決定 我不要一次從這裡搭24小時上去 我就搭18個小時 先到一個城市叫做La Serena 然後再搭 再隔一天再搭上去 然後但是出發前我還是很緊張 我就打電話給我的朋友 然後我就一邊說怎麼辦怎麼辦 我會發作阿 我就是很要一直哭這樣 然後我就說我覺得很緊張這樣 然後我的朋友就是 你知道人去旅行一定要有這樣子的朋友 他就很淡立的跟你說 真的喔 那你旁邊有紙袋嗎 然後我就說 好像有耶 我說 那就沒事啦 你就紙袋西袖好了啊 有什麼好擔心的 然後就覺得好像也死耶 然後就出發了 就真的沒事這樣 那卡拉瑪就是 他是一個為採礦而生的城市 就是北部最大的城市 聽說自然也不太好 但由於我剛才說的那件事情 我的確也沒回答什麼事情 那我先要到這個城市 是因為我們要先去這家公司 叫做Kodeko的公司報道 他是智力的銅礦局 那他擁有我剛才說的那個世界上最大的銅礦場 他們叫做Chukikamata 就是一個很大很大的礦區 那他們有offer 他們有提供導覽的服務 就是你要先預約 然後寫信給他 說我可以參加嗎 然後你再跟他約你那天之後來這裡 因為他一天只會出一班車 那一班車滿了 你就不能進去了 那我很幸運我就有預約到 然後我一開始以為這種 這種 這種軌訣的行程 應該沒什麼人想要去 我沒想要爆滿 然後去的時候就超多人在排隊 然後還說什麼 我們還可以猜猜候補嗎 他就說那你可能要等一下 因為今天額路已經滿了這樣子 然後就還蠻多人想要去看這銅礦場 說就是你要戴 你要戴那個安全帽跟防毒面具 沒有看到防毒面具 對防毒面具 就是啊這女生手上提的這袋 防毒面具 然後看起來很威 然後我還就是拍照 大家很興奮 戴防毒面具拍照 後來發現根本就是裝飾用 根本不用戴 就只要戴安全帽就好了這樣 然後我們到 大概是開車一個小時 那這個先 你會先看到這個景象 是一個沒有人的程式 很恐怖 然後你會覺得那個 有玩過惡靈古堡 或是那個 就會覺得殭屍隨便就會出來 這樣 然後就 咬死你這樣 然後 很恐怖 然後那個就是流滑天 就是這很像以前鬼片出現的地方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是一個空城呢 就是因為 他們都叫他們簡稱叫這裡叫 那為什麼這裡沒有人 是因為以前呢 口堆口在挖這塊地方的時候 他在挖的時候 就把這個城市建造起來給礦工住 所以這是一個礦工居住的城市嘛 這裡有國小國中高中到高中都有這樣 所以礦工就是很安心 他家人在他附近 然後他就每天去上班這樣 因為礦場是24小時營運的 也是輪班制的嘛 然後可是因為礦場一直不停的擴大 因為他世界上最大的礦工 他不停的不停的擴大 然後擴大到他已經壓到那個城市了 你可以看到 這個這個房子後面全部都是 就挖開來的礦 所以他已經擴及到那個城市了 所以不得以後來 就把這整個礦鎮的人 全部都移到卡拉馬去 所以卡拉馬的礦工就是 每天就是這樣子通勤這樣 那我怎麼不把它拆掉 蛤 不用拆 為什麼要拆 他浪費資源拆那個幹嘛 反正這裡就是一片沙漠 就像人類製造垃圾 他也不想要回收一樣 對 就是對 就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邊有個小的圖書館 然後現在就是被改成一個導覽的地方 就是導覽 而且我們導覽員 看起來很欠揍 所以那個礦場 那邊就剩下這個導覽員 沒有沒有他就是他跟我們一起出發的 這裡沒有人 就他在我們出發 他說他有鑰匙可以進來嘛 那我說他很欠揍 因為他 他就是他因為他同時要講西文的導覽 跟英文的導覽 然後我覺得他已經看起來 人生已經講過數千遍了 所以他非常的不耐煩 他就說 就是這個礦啊 然後這樣說 很不耐煩 想要趕快結束這樣 那 這邊我就先跟大家介紹 可能圖片不是很清楚的 那就是 你在銅礦物場挖出來的礦呢 有大概這兩種狀態 然後就是不同的銅礦都含有銅 然後經過提煉之後會變成這樣子的粗膜 就是粗糙的銅球 那銅球之後他就會變成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銅板 那銅板是長的像牛角形的 就是一個方形 然後上面有牛角 牛角是給機器抓著 然後就拿去賣這樣 為什麼我會來這裡的銅礦場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天真的想說 嗯 嗯 我們每次都跟大家買現成的 就是可能就買現成的銀板啊 銅板來做創作 我從來都沒有看過礦物真的的樣子 我想要知道就是 你創作的源頭是從哪裡來的這樣 然後我就 那時候我去智利 拜訪第一個藝術家的時候 我就很興奮跟他講說 欸 你們這裡有世界上最大的銅礦場欸 你們這裡銅的產量是 就是佔你們國民毛的那麼大 那你們是用自己產的銅嗎 好不好用啊這樣 他跟我說 沒有欸 我們的銅礦百分之九十都出口 就是我們是用阿根廷來的 然後你那時候就會覺得 嗯 對台灣也是啊 我們好東西就出口嘛 賺錢 然後就是自己用爛一點沒關係這樣 所以他們其實也是有點像這樣子 外匯比較重要 我什麼意思想說這個 好 那大家看一下這個車 我最近有個那個沙漠的電影 前一陣子 我覺得他很像 叫什麼 瘋狂賣絲 很像瘋狂賣絲的車 對 那人人大概站起來大概在這裡而已 我們先記得這個比例喔 就是人大概在這裡 好 銅礦場在這 車那個車在這 這裡 那你知道有多大了嗎 就是他非常非常非常大 他們說從這裡 從這裡要這樣開下去 一路踩踩踩踩踩下去 到那邊大概要兩個小時 啊 對 就是一直挖下去 對 要兩個小時 就是這邊 那個車的車子在這裡 嗯 很像 所以這裡主要是銅嗎 銅 對 銅 所以 搭一個小時的車到這邊挖銅礦 然後再搭一 再坐兩小時的車下去嗎 對 因為他一直踩啊 他一直踩啊 他一直下去踩 然後踩上來啊 然後去體練 所以我源源不絕的車 欸 我有給大家看 銅扣子 嗯 嗯 這個 欸八點欸 我還沒講完智力 好快點 現在經過了 這邊來到了 我們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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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邊是有個廟墓台 因為我們已經在廣場裡面 我們來到了 我們來到了 一個機制只有42台 一個42位 然後 然後 可以 放到 放到 他們一直往下挖 好 好 我們把握時間大概這樣 好 大家還好嗎 你們需要休息嗎 我把資歷講完好了 我把資歷講完好了 好 好 我把資歷講完好不好 好 你起來讓我來講快 欸 好 再來一次 然後 然後呢 再來我就去 我要 我開完這個銅礦場之後呢 我就 我就前往 Saint Pedro Saint Pedro就是他跟烏尤尼 他跟布利維亞交接 然後因為我要去烏尤尼 就是那個天空之境的地方 所以我就 我就試圖從這裡 然後坐車 用坐車的方式 要穿越那個國境 所以我一定要來這個城市 那這個城市也是在 Atagama沙漠裡面的一個 非常知名的旅遊城市 那些東西都超貴的 旅遊 旅遊城市 他有很多 他不僅有很多 很漂亮 很漂亮 他們叫做三 這個叫做三聖人 你看 外國人的想像力 沒有人機的感覺啊 對啊 所以你就是要體驗這種 沒有人機的感覺啊 他們就去附近的火山湖啊 然後就是去看這種 越世界類似的東西 對 就是Saint Pedro 那給大家看這張照片 是因為你看到的白色的地方 都是鹽 鹽巴 那就是在沙坡裡面 就是很少下雨嘛 可是你下雨的時候 很快要被蒸發了 今年累月下來 就有很多很多鹽巴 那以前的礦根 現在 現在像Chukikamaha 這種大型的礦長 他們就是用化學冶煉 用化學物去冶煉 所以其實同時造成了 他們用到很多水 所以就是造成了 那個沙漠地方 沙漠化一直在擴大 可是就是為了換錢沒辦法 但以前的 以前的冶煉技術呢 他沒有那麼好 沒有那麼多化學東西 他就是那個礦工 他除了要在那裡挖礦之外 他還有另外一個任務 就是他要來這邊挖鹽巴 他挖這個 挖鹽礦回去 然後做提煉這樣 所以以前的礦工會在這邊 那我們就是去參觀這邊 就是附近的一些景點這樣 這是一個景點喔 那這些就是那些那個鹽礦 他就會在混雜在那個沙裡面 然後礦工就會用一個探測器 把他燒個洞 然後探測他的顏值的密度 是不是他要的 然後就把這個挖起來這樣 那他們不可能每天都往返嘛 以前人沒有交通能力沒有那麼好 所以他們就會在這邊搭那種小棚子 然後就小房子 然後可是就是那個木頭啊 就是你看那個天花板的梁都不見了 是因為他就那個導覽的說法 是說在那個時候啊 就你在沙漠裡面 其實木頭是比黃金還貴的 所以那個礦工要走的時候 就把那個梁都採走 所以看到就是一堆一堆小小的土堆這樣子 好的 再來我就去玻利維亞了 大家想要不要休息一下 我想要給你們看那個 你們休息一下好了 我們休息10分鐘好不好 然後我給你們看 這邊有 這邊有我在那邊買的青金石 你可以看到這個青金石是智利產的 然後這個應該是 伊朗還是阿富汗 我該給你說另外一個產區 你可以看一下那個不同的 不同的長相這樣子 然後 還有 這個就是那個 藝術家送的那個 那個牛角的飾品 那你們可以拿出來看 就是他是 牛角做的 然後 這個就是 我們剛才說的銅礦廠挖出來的 初 初 初階的銅礦 那這個銅 這個銅就有很多很多這樣子 大小顆的石頭 會拿去提煉 好 那前面有一些 前面有一些是 我帶回來的一些資料 那前面我剛才說的 黃金博物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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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 等一下會講到的國家 那大家可以先走一走 喝個水好不好 我們休息室 我們休息室 他沒有電嗎 他沒有電嗎 休息室 可以可以 為什麼不贏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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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我跟邦邦在直播裡面留言 真的喔? 黃流 黃流 你這麼忙的 要不然你的重點也寫下來 這樣總看人就會知道那是重點 就洗斑了 對啊已經洗了 只有我們兩個在聊 哈哈哈哈 眼睛就是我們兩個一直在聊天 對對對 看一下這個東西 對啊 他還想到現場看直播 哈哈哈哈 還好嗎 沒有其他想要聽的可以分享 對啊 他喝喊甜 哈哈哈哈 欸他要給夫君 我也喝了 對啊 我沒有講到我再來啦 你在講什麼 你在講什麼 那是什麼 你在什麼 我都想給你吃什麼東西啊 很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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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的東西想講 想不完齁 對啊,我也都超級 沒關係啊 等你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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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支持你欸 我再尊重你了 很久沒要自己 開心吧 對 欸 同學會怎麼樣 老師的字禮明年欸 我真的就不小心在看錯 哈哈哈哈 你看 大家都這麼了解真真 不是很好笑啊 欸 可是那個沙漠這個看起來很可怕欸 那 會啊 那個沙漠那個是 景點嗎 蛤 你們住的應該不是那裡吧 我們住在沙漠裡啊 那就是有房子啊 可是他們這樣繼續挖是合法的嗎 合打啊 因為那個政策的外匯中 不是 因為你經濟落後的地方都會合法 就是他們就是 這要講到一個很... 欸 老師你有去這裡嗎 有啊 真的假的 這要講到... 要講很久嗎 把他招死了 他就是 就是 以前那個地方 跨區是增益區 因為他是在 在三國交界嘛 玻璃瓦密跟智力三國交界 然後後來因為打了一場戰爭 叫消死戰爭 你先喝一下 你喝水啊 我還有喝 謝謝 多喝點 就是消死戰爭之後 智力... 智力單挑 單挑玻璃瓦密 然後贏了 所以他就... 他就又有什麼礦區 然後就把那個礦區 他到底對環境是不是合法 其實沒有 你看 他們沒有人在抗議這件事啊 但是也是因為是第三世界 所以... 對 因為他... 他其實... 嗯... 你說啊 他... 他... 老叔叔啊 在卡發中的國家 賺錢為主 對 賺錢比較重要 其實台灣早期也是沒有 其實沒有這個感覺 那... 而且你知道他... 採礦... 採礦這件事情 我印象中 我有點忘記了 是佔... 佔... 呃... 智力的國民生產 然後有的30% 他有三成的錢是靠採礦 你知道他什麼 所以如果他停掉 就可能拉出10年 他就變第二個斯班牙這樣 那那個... 這裡... 喂 這裡還有一個是那個... 這有點貴 拜託一定要還我 這是那個智力 我剛剛跟你們說智力的... 哥倫比亞人 他們會想一些不同的東西 去做他們的那個... 巫師穿越的東西 那這是其中一個復刻版 老師你會講到這裡嗎 我會啊 你自己可以... 你自己有多少時間啊 我自己一定要管你 當然啊 其他... 其他也要管 你不要招我的女病 媽呀 媽呀 對啊 這超棒的耶 我試想聽 然後這地方在哪啊 我真的不知道耶 馬丘比丘 利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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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那可以後 那我們開始 我们接下来还有四个国家 那我讲快一点 如果太快你们可以跟我说 好 接下来 Saint-Barrell我就从这里搭车上去 从这边去乌尤尼 那乌尤尼就是 这是一个私心的行程 就是因为他那里有天空之境 然后就是想要去这样 但是后来我得到最多的 在波雷瓦得到最多的城市 不是这个城市这样 那我去的时候是干净 所以其实没有水 咦? 对,没有水 那乌尤尼为什么会 就是会有天空之境的称呼 就是因为 它其实是一个很平坦很平坦的地方 它的地形很平坦 那下雨的时候 你就像一个很浅的碟子 然后你有一点点水 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平很平的水平面这样子 那人就可以在上面 然后你就可以倒映天空的倒映 那因为它也没什么风 所以没有那个波纹这样 会照相会很漂亮 那因为它是一个很浅的碟子 所以当没有下雨的时候 它就会干燥 所以这些全部都是盐巴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盐壶这样子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做这种四轮传动的麻仕 然后去这个地方 好像我记得那时候搭了八个小时吧 对 对 那我想要给你们看一个影片 影片 嗯 就是Sanbarrow很热 因为沙漠很热 可是我们要去 我们要去乌友泥的时候会很 就是一直往上爬 然后会很冷 就开始变冷这样 然后旁边都是雪山 那这个地方是我体验到所谓 为什么就是内 不是内部国家 就是陆地国家之间的那种感觉 因为台湾是海岛 其实没有什么 你出国就是基本上是坐船或飞机 大部分都是飞机 所以其实没有那种 我觉得没有那种国境的概念 那这个时候 我那时候搭这个车 然后在巴士上面的时候 就很兴奋的一直看外面 然后看说 哎天啊羊驼耶 这样很开心这样 然后就看到一个招牌 不是招牌 一个告示牌上面写 你往左边去是玻利维亚 你往右边去是阿根廷 就是你开车 穿过那个地方 就是玻利维亚了 然后那时候你就知道 这就是国境的概念嘛 然后就是 就是你在 你用步行或是开车的方式 你就可以到达另外一个国家 这样子 然后我们到了那个驿站 就是在两国交界处 你会有一个小房子 那你就是你换 就是你盖出那个玻利维亚的出镜帐 入镜帐的地方 就这里 因为我没有预算 所以我没有参加那种旅游团 我是直接买车买票 那就是他们直接带我去 没有到我任何地方玩的 你只能带路边游游 对没有厕所 我附了 老师你坐的车是哪一种 3万 我坐车是那种 哎哎哎 你等一下看 好错的早餐 然后刚刚刚 对那种 我刚刚有看到羊头 然后很惊讶 很惊讶 那就是后面那种四轮转动车 所以后面就是 要我们不要跑 然后要注意不要高三症 哎我一直晃 这个鸟超可爱的 嗯 这个鸟超可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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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超可爱的 因为它可以有效的防治高三症这样 然后你就在那边不可以跑 然后你就想 一想说哎 你等一下搭个小车车 就是不是要上车 上车睡觉 下车尿尿吗 所以就说 哎是先上你的厕所好 然后就问他 他就说嗯 no no don't let 就是都是 全部都是自然的 你就是找个地方 随便就是这样 对 然后那个旁边的阿根田就说 嗯 但我帮你遮一下好了 好 上完厕所之后大家就出发 然后到乌尤尼 因为是甘季 甘季他们就是采盐 采盐的季节 这边他们采了盐 然后就是在去做精炼这样子 然后你知道 一样就是 我们到乌尤尼是插旗 就是就是会是一个兔偶 就是你参加 这边有很多人会来参加不同的兔偶 就是有 日出团 星光团 一日团 三日团 不同的团这样 然后就是给不同的客群 去参加 就是去体验这边 这个地方的景色 那什么三日团 就附近的火山 会带你去啊 看一下佛王明哥 鸟啊之类的 那就是每个 因为世界各地人都来这里 然后就是他们就会 他们就会在这里插自己的国旗这样 那我们在这里 因为干净没有办法拍那个反应照 我们就会拍这种照片 就是 就这种照片 那这照片是怎么拍的呢 然后大家想象一下 就很近格 因为啊 嗯 对 其实 这样拍 哈哈哈哈哈哈 导游很辛苦 导游开车带我们去 然后还要帮我们趴在这边拍到这样 然后就是人这样 可能是他带的吗 对 哈哈哈哈 对他带的 你知道游客要拍照 对他很累 他很累 然后 就是会拍这种照片 对 对那 那呃 在乌尤尼 因为其实这是 这个地方是很多人一辈子要去的梦想 尤其是韩国人跟日本人 所以他们来这里参加团 都不会只有参加一天 他们可能会来看日出 看星光 然后一天这样 就是他们会参加不同的团 那如果是干净 那就会很可惜 就会看不到嘛 所以就有两个 有 目前我知道就是乌尤尼有两家公司 有一家是日本人开的 他就是 他们就说保证找水 他会找一个地方 就是一定会有水的地方 就是干净也有水 就让你可以拍到一点这样 就你看即便是很小很少的水 也是 也是可以拍到很漂亮的景色 嗯 就是保证找水 那那个 刚刚那个 因为 这边很多日本人跟韩国人 我们那一团八个人 那台车连八个人 有一个日本人 然后有其他人都是韩国人这样 那因为只有我会讲一点西门 所以我就坐在驾驶座 跟驾驶聊天这样 然后驾驶就是 是 是拉帕斯的 就是玻利瓦首都的人 然后他也是来这边工作 他就他就是说真的很辛苦 可是你 试着体验一下他开车 然后帮你趴在地上照相 然后一整天陪着你 他其实没有赚多少钱 可是对他们来讲 已经是很丰厚的薪水 那 因为时间的关系 其实我不太介绍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穷这件事情 如果大家等一下有兴趣 可以跟你们说这样 那其中要提到的就是 这个日本人 哎 这是个 这个日本人 我要回去 导游 哎 等一下 那国旗是你擦的吗 国旗不是我擦的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 这角度是长这样吗 因为这边有两幕很大的 中国的国旗 超级大 那你怎么散 都一定会拍到那个中国国旗 然后就不开心 然后好像我们擦了两个 我们很聪明 所以就有个角度 可以不用拍到他们 这个日本 这个日本人叫做Takuya 然后Takuya非常厉害 他是一个 我觉得他是一个 勇气十足的人 一定要特别提到他 就是他是 他在日本是一个按摩师 就是按摩师 做那种 那个按摩的人 然后 他为什么这么厉害 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殊的技能 就是因为 他什么都不会 他不会讲英文 他不会讲西文 他只会讲日文 但他成功的抵达乌游鱼 他还在洛杉矶转机 然后他什么都不会哦 然后他真的不会 因为韩国人就是很想要跟他聊天 就会说 啊 What's your name? 然后什么什么的之类的 然后他就这样 你都不知道怎么到的 然后因为我在学校 我学到一点点日文 所以我就用简单日文跟他沟通 然后他就会说 嗨 好开心哦 啊终于可以讲日文 好久没有讲日文 然后我就说 好大哦 啊你什么都不会 你怎么来这里 他就说 啊我就想来啊 然后 我就来啦 但我不就也到了吗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然后结束之后 因为大家玩得很开心 所以我们就 一起人一起去吃饭 然后那个韩国女生 所以是很好心的 就想要跟他聊天 就是说 可能他几岁啊 然后怎么家住哪里 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就是一样 然后你就问他说 后来我们要结束 要单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 就问他说 你回日本最想要做的是什么 他就说 嗯 我要学英文 这样 然后他最近开通了他的Instagram 我想他的英文应该会进步 对 反正我觉得 我很佩服他 就是有些人他会做足了准备 才出发 就像南海和尚的故事 有些人他存了很多钱 然后他想要有一个安 他想要一个舒适的方式去旅行 可是有些人就是 南海和尚故事大家有听过吗 还是我们那个代工 穷和尚就富和尚 然后他们要去旅行这样 然后穷和尚什么都没有 但他就去了 但他回来的时候 富和尚还没有出发 因为富和尚觉得他还没准备好 那我觉得Takuya就是一个 对他就想去嘛 他去了他总是会到达的 不管有什么方式这样 那再来想要跟大家介绍 就是这个波多西 这是我在波利维亚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城市 波多西是一个银矿的城市 他在殖民时期 他是非常非常非常有钱的一个城市 因为他的银的产量非常非常高 他那时候几乎提供了 那个殖民时代 就西班牙 他会基本上赚的很多钱 他提供殖民时代 大概80%的银产量 所以你在欧洲或是在世界上 那时候什么 他们跟清朝交易的时候 也是用银币嘛 就银币 拿的银几乎都是波多西产的 就是银矿之城 那这个城市呢 现在已经没落 因为他的银产量下滑很多 然后就是可是这个城市非常的高 然后他们除了采矿是吧 也不知道要做其他什么事 所以他就变得很穷 这是他的街景 你可以 但是你还是可以从他的街景上面看到 虽然这个电线看起来很久 应该要被换掉 可是他的房子是非常殖民时代 有钱人的风格 就是他以前在殖民时代 非常非常有钱 所以那天有钱的人都不住在这里了吗 可能dead了吧 这么久了 对 那有钱人如果有能力 他也可以离开这里啊 因为这里没有赚头了 对 那以前早期在美洲 我不知道在美洲吗 欧洲应该也是 这西班牙 他们流行的一句话就是 像波多西一样有钱 就是那时候的 那就是你可以想象 那个时候他们真的很有钱 对 就是 矿 那这个 这个是他们矿 那个旅行社提供的那个 矿坑图的一个图 可是你可以想 在这个地方有那么多的坑道 这个东西从殖民时代开始被挖 到现在已经五六百年了 他一直 这个 这个矿山已经千疮百孔了 跟我们刚刚看到的 Chukitamata的矿坑 不一样的是 他就是像你小时候 看到那个卡通一样 就是有那个带的那个 然后进去一个很暗的坑道 然后这样 然后把东西拿出来这样 跟我们刚才看到那个 完全开放式的地上矿场 是不一样的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那在这个tour里面呢 我参加也是tour 因为你只有参加tour 你才能进去矿坑 那这个tour里面 我们 我们因为其实是打扰矿 这个矿坑是 还有人在工作的矿坑 那我们也 我们是 等于是我们进去那个矿道里面 也是跟他们擦肩而过 或是会打扰到他们 所以我们会准备一些礼物 他们叫做给矿工的礼物 那会送给矿工什么礼物呢 你们看到这个呢 就是95%的纯酒精 对 就是矿工在里面会喝这个纯酒精 因为他就不会冷 对 然后还有什么呢 纯酒精用喝的 嘿 很辣哦 超辣哦 嗯 对 那还有这个香烟 那这是苦科业 苦科业是苦科业提神嘛 所以他在工作的时候 他嚼苦科业 他比较不会累 也比较不会 也不会口渴 他就会 他就可以提提提起 就像蠻牛 你就吃了之后就可以一直工作 可其实你就是用你自己的身体 去消耗这件事情 那大家猜看这是什么 谁说石灰 石头 哦不是石头 我以为你那么聪明 这是石灰 冰朗 对 因为 白色那种 那因为 骨科业他的味道有点色色的 如果你们吃过 哎 你们都没吃过好 总之他的味道有点色色的 那 每天嚼得就很枯燥 所以他们就把石灰 加糖跟盐巴 那 邝哥在里面工作的时候 他就咬一口石灰 然后再嚼苦科业 就可以工作一整天这样 他都不用吃东西吗 嗯 就是比较不会累 我印象中 他们工作8小时不会出来 那他们会带午餐进去 嗯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据说据他说啦 是没有吃东西 对 其实邝哥里面不是很适合 所以很很很暗 然后空气很不好 对 那这是理科三 这个就是 他们叫做 西罗里古 里古就是 嗯 美洲人会讲 里古 就 给里古 就是很好 很棒 就是 东西很美味 或什么的 就会有很好的一个词 就是 这是一座很好的山 你看他在这五百年 一直到现在 他都还是在帮大家赚钱 这样 很辛苦 那这个山 如果你刚才记得我刚才放的第一张照片的话 他的高度已经减少很多了 他原本应该是这样子 更土一点 那上面的教堂一直往下 所以这个矿道 就他们说 其实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塌 但是这里的人没有办法 他没有其他的重置管道可以做 你说他底下都挖了 都挖很多很多孔 对 他说他在这 呃 我有看到一份资料 在这几百年来 就是 里克山下下下下降了大概1.3公里 公里哦 不是公尺哦 对 公尺 公尺吧 公尺 1.3公里 1.3公里 对 因为是超过人 超过人的大小 对 好 那这是矿坑里面的场景 那我们就是要准备 要穿成这样子进去 那这是你刚才 我们刚才 你刚才记得那样照片吗 他长这样 他原本长这样 好 那为什么要放这样照片呢 就是 有点讲到信 欸 在场没有天主教徒 天主教 基督教也没关系 还行 我怕讲妈妈会生气 好 呵呵呵呵 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 对于宗教我比较开放 就是我觉得任何宗教都是 对 都是可以的 对 所以我在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会满生气的 对 那 呃 其实 在美中原住民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 他们 他们觉得万物都是神 所以他们有 大地之母 那个 pachamama 然后太阳神 芽芽映迪 然后就是 不同的神 就是什么什么 是不是 多的神 有多神信仰 非常多的神 有多神信仰 那 可是西班牙人 他是天主教 他们是信三位一体嘛 就是圣母啊 圣子啊 那个 那 呃 他们来的时候 就 常 迫使美中原故 就是你 就是信 信天主教 那为什么一定要叫人家信天主教 你们如果看 欧洲或是台湾 呃 中国好像还比较好一点 歪洲历史 那种宗教战争 其实 因为宗教的控制 是在你心灵上 你跟行为上的控制 所以 如果我今天要控制你的想法 我就让你 臣服在某一个信仰上面的时候 我对 那个政策实施的方式 是最 最快速的 好 如果你 就念历史的话 那这个就 他们就 他们就是 请 让他们一定要信天主教 那 可是 我原本已经有原本的信仰了 我为什么要信你的 所以他就开始 做一些 呃 信仰上面的叠合 比方说 诶 那个山嘛 山属于地 所以是大地之母 大地之母是 他们叫Pachamama Pachamama是 女 他们觉得女性的形象嘛 所以就说 诶 我们的Vinkem Maria 我们的圣母Maria 就是你们的Pachamama 你们要相信这件事情 那 那个 你们的太阳神跟月亮 月亮神什么的 就是 都是Pachamama 所以他们在这个 这个美洲的图里面 你会看到 他们把圣母做成山的形象 如果你看很多美洲的宗教画 你会看到 他会有很大的裙子 就像山一样的形象 就是叠合 大地之母的概念 后面会画太阳 因为太阳神有 世民K Maria 然后就是太阳月亮 都会在这个图里面 就是做信仰上面的点 然后久了之后 那个印加人就会相信说 对 就是Maria 其实就是同种 那 这有一个很tricky的故事 就是 当时不东西是怎么被发现 可以采盈矿的 就很久 听说很久很久以前 这里的人就知道这里才有 有盈矿了 那他们也会把那些银 拿来做一些小小的东西 可能献祭用的什么的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听到了一个声音 就说 这里的东西不是属于你们的 他们的主人会来拿 所以在这件事情过后 就是 这部东西就没有 没有再去使用那些银矿了 那到西班牙人来了之后 他们在有一天 有一个牧羊人在山上休息 那他在这里点了那个火 隔天早上 他在灰烬里面 发现了一些 闪闪发亮的东西 他发现了银矿 他看到这里有银 他就人都有贪念 他想要 他想要获得一些利益 他就很兴奋的去跑去跟西班牙人说 我发现了这里 就是 西班牙人这里有银矿 很多 就是我在表面 就是骚就可以看到了 然后就希望从西班牙人那里拿 拿出哪一点东西 那大家猜一下结果是什么 被杀死了 对 他就被杀掉了 那西班牙人开始在这里采银矿 又从那的时候开始采了山 就采到他们就是离开 这样子 那你可以说 对 就是也许真的是同一个神 因为他的主人来拿了 对 我不知道 但是他当时的人跟我讲的 就是 对 那这是一些形象的概念 这是一些当时的宗教话 因为后面太阳 然后下面彩的月亮 这样 好 那 再来跟大家介绍这个 这个神 李柯山 他有他们会有信仰嘛 所以李柯山也会拜拜 就是因为矿山会的时候会发生意外 所以矿工需要有一个清零上的寄托 那 呃 呃 这个是他们的寄托 长了一个像 你看不太其实的图片 因为很暗 我照收解续不是很好 他是一个戴帽子的西班牙人的脸孔 这个是西班牙人创造的神 就是 是只有头而已 对 只有头 他们叫做 他们西班牙人创造的恶魔 恶魔人创造的 恶魔 那为什么是恶魔 不是 不是玛利亚来守护矿山呢 因为 对于 天主教的中 欸如果我讲错 他可以跟我说 因为这是我从导览那边听到的 对于 对于天主教来讲 圣母玛利亚是纯洁无瑕的 对 那 就是他们是管的是天上跟人间的事情 那地上的事情是谁管的 地上的事情是恶魔管的 所以矿坑里面的事情 应该是恶魔来掌管的 所以他们就创造了这个恶魔的神 就告诉 告诉印第安人说 这是掌管矿坑的恶魔 你们必须要拜他 那后来就是西班牙人走了之后呢 印第安就 那个 不多系人就发挥自己的想象 创造出他们自己的恶魔 非常酷 长这样 哈哈哈哈 怕很多 这是原本的 原本的神 然后这边是 那个恶魔 那个恶魔 对原本 其实我觉得这是人的天性会展现在你的作品上面 好 那他们会拜这个恶魔 我们就下一张是什么 对 等一下 好 诶 听讲好了 这个是矿迈 这个是矿迈 诶 诶 诶 其实他有用诶 不好意思哦 这个是矿迈 他们就是从这边炸东西 炸东西 然后旁边那边 我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本来就知道还是 因为我本来不知道 就是我以为就是像我们那个铜矿场那样 就是你要今天要采银矿 你就去一个银矿坑 然后把它炸开 全部都是银这样子 那其实 后来我看来不是这样 你看到这是矿迈对不对 他的确是把它炸开 可是里面是有不同的金属 有银啊 不同的金属 他把它炸成一堵乱乱的东西 都整个送出去 送到那个附近去做体炼 然后把里面东西分开来 你会得到银啊 你会得到铜啊 你会得到黄铁矿 有不同的矿物 然后再去分开来做体炼这样子 对对对 我一开始不知道 然后就是 就是 所以你要找到 你要找到矿迈 然后你要找到 就是很纯的银的矿迈这样 就是很多 你就可以获得比较多的金钱 那我想要给你们看 就是他们拜那个 恶魔的影片 嗯 我刚才没开了吧 你听得懂啊 他说 他说 那个 我们刚才不是有看到95% 那个纯酒精吗 他们会拜 他们会拜这个 也是会献祭给那个 就是他是靠这个 然后去献祭给那个恶魔 为什么要拜那么纯 因为你拜纯的酒精的时候 你会找到的矿迈就是纯的 可是如果拜不纯的 你就会找到不纯的矿迈 不要找 对 好 然后他现在要开始了 打在头上 请让我可以专心 打在眼睛上 请让我看得清楚 谢谢 谢谢 四个 四支 因为四个方向 我在四个方向都工作 在他的生殖器上 因为感谢 感谢大地之母 因为大地之母象征生育 他还是会给一些给那个老的恶魔 再放一些地上给大地之母 然后他说 SALUT SALUT 就是干杯 就跟他一起喝 你喝的时候你一定要说 他说 因为你这样子你才是男子汉 如果你都没有说什么 他就说 啊你不是男子汉 你是一个娘娘腔 马尼峰就是娘娘腔 所以你在 就是矿工的 矿工的那个 就是你知道 要交朋友也是有点辛苦的 对 就是那个限制 吉巴尔来的肉食吧 对 他们只是喜欢喝酒 对 没错 好 这有地方买 下几点吗 好 谢谢 好 诶 那我要快一点了 那这是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波多西的银币 我想要给大家看 这个 看得到吗 这里 这里也有 你不觉得这个长得很 这个很熟悉 这个logo 他就是 PTS 波多西的那个 的缩写 那这个 在波多西生产的银币 或是铸造的币 都会打上那个 波多西的logo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 从这里知道 当时那么那么 就是波多西这个城市 这么这么重要呢 大家有没有觉得 他长得很像美金 美金的币子 那有一个说法 不知道不知道是谁 对但是就是 有一个说法是说 为什么现在美金的 那个logo 长得跟这个是什么像 是因为 现在美金在世界上 流通的角色的地位 就像是殖民时期的 波多西的地位 你用现在的人去想 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话 波多西当时真的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 以前的人 铸币的那个想法 观念 诶 你们有学金工的 就知道嘛 银月纯是很软的 对不对 他们一开始铸的币啊 就长这样 然后这是用纯银做的 百分之百 纯银 那因为很软 那一个银币 可能只价实的 台币两三千块嘛 那你会拿两千块去买菜吗 不会 可是你要交 你要交换怎么办 他就那个 太太拿了一个银币 然后就把他拨一块 说啊不然给你买两根菜 这样子 然后就久了之后 那个银币就越来越小 就越来越小 然后就是你没有办法 就是他货币流通的方式 就是被就是不是政府预期的 所以他们的那个总督 就开始降低银的纯绿 就大概是 他们变成百分之七十的银 然后再加其他金属 让他比较硬 那太太没有办法 直接这样拨 他可以就是 可以维持 维持一个可以流通的方向 对 有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 好嘞 然后再来是老帕斯 是那个 哎 我准备票过好了 就是老帕斯跟 Kobakabana 是我在布里瓦的两个 去了两个地方 那老帕斯他是他的首都 那Kobakabana是 你们知道 美洲最大的内陆湖 叫做迪迪卡卡湖 就是 也是印加人的圣湖 那这个圣湖横跨了 秘鲁跟布里瓦两个国家 那其中一个国家的边境 就是在 这个就是在迪迪卡卡湖旁边 就是Kobakabana 那另外一头就是 叫做Puno 就两个地方 那你从这里就是可以跨越 从这里可以跨到 秘鲁那边去 那时间的关系 如果等一下大家有兴趣 我再跟大家讲 迪迪卡卡湖的故事 那就是我们就 赶快去秘鲁 秘鲁 我从 我是从 我在布里瓦的那个 迪迪卡湖那边 认识的一个中国人 然后那个中国人他 就是我很久没有讲中文了 然后我就跟他聊了很多 然后他 他就说 哎 你现在要从 Kobakabana 做到库斯科吗 我说对啊 我有查一个巴士 就是你可以直达这样子 他就说 你想不想要体验当地人的行进方式 你可以省一笔钱 我就说怎么弄 他就说 你就搭小巴 然后先搭到关卡 然后关卡之后 你过那个通关 就盖了那个 入境章 入境章之后呢 你就开始搭当地人的巴士 一路搭去 你可以省很多钱这样子 我就说好像也不错啊 可是会花比较多时间 我就说好啊 那就来试试看吧 所以我就那时候我就搭了 我就搭了小巴士 再转大巴士 然后就一路问啊 所以请问我要去库斯科 我要怎么坐车这样 然后就会有 就有蛮多有趣的事情这样 其中我在Puno 在转的时候 我去了 对 我去了一个地方叫做 Hulia 对 那他那个地方 下车的时候 就听到叮叮咚咚叮咚咚的声音 然后就发现原来下冰雹了 可是当地人可能 我不知道有没有很常下冰雹 因为他们都没有很惊讶 因为我们就是下冰雹 就会说天呐 冰雹到底照相 或什么之类的吗 台湾人会拍到 然后他们都没有 就应该是有漫长发生的 那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就是秘乌当地的阶级 在港上 他前往附近做人工资的层 然后下大雨 然后下车都打上去 要下的层次是冰雹 天呐好痛哦 呵呵 这鱼杆有用哦 没有用 欸有用啦 会有点撑滴这样 我们就是搭那个小巴 你可以看到 那小巴上面都是日文字 有些是中文 就是你不知道巴士 是不是人家就是捐的 有可能是捐的 因为他不是 不是那种买的车子 就是那边的市井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个大神的衣服 我还有另外一个影片 可以给你们看 偷拍人家 蛤什么东西 偷拍人家 对 偷拍 在这边等巴士 就是因为是当地人的巴士 所以你又没有看到什么观光客 然后那个巴士都会迟到 可是大家都很很 很OK这样 迟到不正常时 对 对 然后 阿姨们都会 我在这里鞋子破掉 嗯 对 可是褲子也破了 好这些阿姨们都会背这种背筋 嗯嗯 刚刚看到彩色的这种 这是我的 这是就是 这是点花 然后这是我的包包 我是带这些去 不是房包啊 我为什么要一直到这里啊 嗯 我想要给大家看的 大神 大神 没有大神 等一下看到一个大神 就可以带到不时可以觉得有点厉害 对对对出现了出现了这里 他们会背这个背筋 这个背筋可以背任何的东西 然后他们都会穿这种空裙 戴这个帽子 那个帽子呢 就是很厉害哦 因为我是到玻璃维 哎 我到玻璃维亚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 就是 女生从小时候就会 就就 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会练习戴帽子 然后你可以从那帽子 偏哪一边知道他结婚了没有 然后他们 而且他们没有固定哦 他们是靠自己头的那个力量 然后去 去调整 所以他们 就是在任何情况下 他们都会把那个帽子戴好 就非常的厉害 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帽子 可是你走路的时候 有时候会改变位置啊 但他们可以调整都是在同一个位置啊 很厉害 然后 刚才看到那个背筋就是 其实秘鲁 印加人他们独特 就是他们很常使用这个背筋 就像我们的背包 它其实就是一块布 然后就背 他们拿来背小孩啊 背衣服啊 背货物啊 任何东西都可以背在里面 那 那个 刚才我刚才你说 那个 巴士的路程呢 就很厉害 因为他们是当地人当的巴士嘛 然后要搭很久 我们搭了好像八个 我早上搭 我到晚上八点才到 然后 就是中途有一站 我的印象很深刻 就是一个阿姨上来 然后他把他背筋打开 是烤乳猪 然后烤乳猪 他拿那个很大的刀子 然后这样 他躲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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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包成一包 就是哎 要不要多少钱多少钱这样 然后结束之后 他再把那个包机包起来 然后就下车 再下一站下车 这样 就很厉害 什么都可以 然后 在这一段路上 我也体认到了那个 我也体会到那个 就是秘鲁人的人生观 比如说美中人比较乐观 是他们真的比较乐观 就是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 有时候我自己 自己多余的想想 会觉得可能 因为他们也很贫困 所以就是 再加上他们对外面的知识 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他们就是会安分的 过他们的日子这样 那中间有一段 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做到一半的时候 那个山路很小 然后那个车子就 就是只有两个车道 然后那个车子就一直开 要对象车道超车 然后在山里面 所以你算算就没了这样 可是就是那个车司机开很快 然后其他人力轮也都是这样 这样很开心 然后我旁边是 北秘鲁来的一个女生 然后他跟他男朋友 是一个外国人 然后就我们有聊天这样 然后他就 他很生气 因为我们坐在最前面 所以我们看得到 他到底超到多少车这样 然后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 就是对这种事情 比较不敏感的人 就 所以我就一直继续睡觉这样 然后他就很激动 他冲下去跟司机讲说 你知道这车上有多少生命 都在你身上吗 你知道他害死我们大家 什么什么的 然后他就走上来 然后那司机就不管他 就去什么 然后他就很生气 要冲下去的时候 这时候车上的人说话 车上的阿姨们就说 No pasa nada Es da la vida 就是 没有关系啦 会死就是会死就是人生嘛 然后就叫他不要去吵了 就是没有关系 然后就是 他那个 我就傻眼 然后说阿姨 阿姨 阿姨没事吧 就是他们对于意外的发生或什么 其他人是很接受的 就是对 那因为我 因为时间关系 我没有犯我去马丘比丘的地方 如果大家有想要听的话 我再讲这样 但是就是其中像马丘比丘 我们是搭巴士 因为我要省钱 所以我不是搭火车 我是搭巴士 然后那个巴士就是穿梭站 如果大家有去过和欢山的话 和欢山旁边不是也是没有栏杆的吗 那那一段路就大概是6个小时到8个小时的 这样子的路 那旁边就是摊邦 然后另外一边就是悬崖 然后就是很多欧洲人就会就是 就是就是会很害怕这样 那因为我以前是念进南大学 我以前在中埔念书 我们常去和欢山 所以就是对我们来讲是很OK 所以我就这样 喔有点危险这样 然后继续过 然后我就看旁边的法官 他们就看着我就说 It's ok 然后我就说 喔对啊对啊 就是其实就是 但是他们就是其他人 密尔人 他们也都是这样子搭 就是他们对他们来讲OK 不过他们搭伙称有特价 就是跟我们的价钱是不一样的 好那我我跳过马丘比丘 因为我觉得那个很多人讲 如果你们想要知道 我等一下再也可以讲给你们听 那再来就是利马 利马是密尔的首都 也是据说自然不太好的地方 对然后就是 但是我也是没有遇到什么事啊 就是这个地方叫做巴拉恩口 巴拉恩口就是也是他们的玉艺术区 当地有很多的涂鸦 那有很多小型的艺朗在这边 然后我主要在立马是要去这个 黄金博物馆 这个黄金博物馆也是就是 秘鲁很知名的黄金博物馆 但他是私人的 又不能拍照 所以就给你们看 我就只好一路画图 用画的对 对 然后他藏了很多 很多密鲁当地的金黄金的饰品 那这个地方 这个这些东西 我后来在北部有看到 所以你们等下会看到一些照片 那另外一个博物馆 叫做Museo Laco 就是我这边有另外一本 是他们的 这间博物馆就可以拍照了 那他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地方 他是他开放他的库房 给大家进去看 所以这里可以看到 同样的淘气品有非常非常多 那秘鲁有一个民族 非常非常会做淘气 然后就是他们就是收藏了很多 他们的淘气 我等下会给他们看 对 那先跟大家说 就是大家都会 你们想要秘鲁 除了印加帝国 还会想到什么 没有其他 其实其实对 因为我之前去的时候 我也是就是马丘比丘 马印加帝国 什么黄金层什么类的 然后可是 就是当我到 当我到秘鲁跟当地人聊天的时候 他们就会露出一种 你根本就不懂我们国家的脸 这样 就是 其实印加帝国在秘鲁的历史里面 只是不到一百年而已 在秘鲁 在印加帝国之前 秘鲁的各地都有不同的民族的文化 比方说 比方说他们有Molce Molce的人就是很会做陶的人 他们没有文字 所以他们把他们的历史都做在陶里面 他们可能有这种陶湖 然后是我们捕鱼的生活啊 就直接做在里面这样 他们有很会做 很会做银的银饰的人 叫做ChangChang 然后就是是不同完全不同的 那他们如果你有听过那个纳斯卡县 就是外星人 他们也是另外一个文明 他们的陶器也是长得完全不一样 所以当你跟密文聊天的时候 他就会跟你说 我们不是啊 我们不是只有印加帝国 没有非常非常多的民族 是直到印加帝国来 然后把大家统合起来 变成他们的国家这样子 那印加帝国很会弃石头 有每个民族有自己的优点这样 那这个就是 这就是另外一个民族 那他们做的 这个是银跟金族 通常如果他是钱的话 你就不会这样用的 因为金金属会混混的 那个纯度不一样 你也不知道怎么卖 可是他们对他们的言是宗教的意义 太阳太阳代表 黄金代表太阳 银代表月亮 那这个国 这个民族的他们靠海 所以他们海 对对靠海的民族来讲 鲁鱼这件事情很重要 那潮汐就很重要 所以对他们来讲 银还是金比较重要 银 对因为月亮比较重要 对 那这是纳斯卡 纳斯卡就是那个 有很大的那个地上 有纳斯卡线那个 你看他们的 应该这个淘气跟前面的淘气 就长得完全不一样 因为他们都在秘鲁 可是是不一样的 那我看到这个 我真的觉得纳斯卡 应该是有外星人 这什么 这应该是外星人吧 对 外星人 对 好 等一下 有这个博物馆 我去过 很不错 就是 就是对 你的是对的 你一定要去这样 然后我就 后来就真的去了 这博物馆不能拍照 那 他叫做 反正这个博物馆 是后来才挖到的 所以他的东西没有被掠夺走 所以他里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文物 那因为里面不能拍照 我会网路上面找一些给你们看 他也是 他也是 这个地方以前叫做 以前叫做 以前是 就是这一群人在这边生活 那后来南边的族群 有个族群叫做 启木 启木就是会做黑色桃的民族 他们就是往上攻打 然后把这里的人攻下来 然后统称这个地方叫做南白夜 那这个地方他们就是有 也是有不同的工艺品 就变成两个文化混合了 所以他们有黑色的 也有这个 就不同的颜色 对 因为靠海 所以有很多鱼的工艺品 对 有很多动物 好 这也是 那个花生 也是会做 冰洋调和的 太阳跟月亮的 这他们的一些金 金属的工艺品 对 那这个是土耳其 土耳其石好像是 哎我忘记了 好像是哥伦比亚那边的 然后黄金是亚马逊的 对 他们就是做成这样 这个是耳环 这超大的哦 他耳环然后就放在这里 这样子 对 就是那个 啊 就是这个博物馆叫做 Museo de Sibom 就是西班王 西班王的遗旨 这样子 对 然后这是他们那时候模拟 你看 他把脸遮起来 都把脸遮起来 对 他们模拟那时候 国王出巡的样子 给你们看 会长这样 好 好 那后来我就到Chukio 就是我 因为我在路上 我刚才在那个智利那边 我认识了一个 美国华侨 他就只会讲中文 他不会看中文这样 他就跟我说 因为他从 通常在南美 在南美旅行的人 通常都是比较长的旅行 他可能就是来这边 可能一两年 都没有 就玩整个南美洲 那他们的路线有的是 从北边下来 从北边一路往下来 因为我从南美一路走上去嘛 你就会遇到很多 从北边下来的 他就告诉你说 哪里很好玩这样 那那个美国华侨 他就是跟我说 欸 你一定要去一个地方 叫做Warras 就是Warras 是我目前经过 就是爬山最美 最美的地方 你一定要去这样 然后我就想说 你那么推荐 那我去一下好了 对 那我 所以我就 攒了攒了 攒了攒了我的旅费 然后我就去了这个Warras 从这里才去墨西哥城 对 欸 这样就没了 好吧 因为好像是实际的关系 蛮美 好 总之我就去爬完山 然后我再回去立马 然后搭配去墨西哥 对 我们先讲完好了 因为好像九点了 你们有事情要离开吗 可以再六分钟啦 可以再讲 我怕他们 我怕他们会那个 好 嗯 那我 我先讲完好了 那中间我跳过的那些部分 如果你们想要听的话 等一下可以留下来 好 那我就去墨西哥了 那 对 墨西哥 我在墨西哥城待了很久 是因为我很喜欢博物馆 那墨西哥城就是 是一个博物馆之都 就是他们是 他们 他们的博物馆 像是世界上密度最高的 就这个城市里面有最多 世界上最多的博物馆 嗯 那先跟大家介绍这个是 这张图 就是一间博物馆 对 他 就是这个博物馆 因为只有这张图 你要买票进去 你只看这张图 对 可是这张图有多大呢 那买票进去之前知道吗 知道啊 知道啊 他的作者是Diago Rivera 如果你们认识 你们有看过 灰洒烈爱的话 就是美洲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女艺术家 叫做弗烈达卡罗 就是他画了很多很恐怖的图 对 就是他老公 对 是那个墨西哥最伟大的壁画家 那我一开始 因为你以前读那个 以前读 读书 或是读 美术史 他就告诉你说 Diago Rivera 是世界 是墨西哥最伟大的壁画家 然后你就看到很小 那个那本书 A4的书里面 这么小一张图 你就觉得 这样也还 还好吧 对 但你去的时候觉得 这超威的 这张图 为什么他一张图 可以到一个博物馆 这张图大概是这个高度 然后你再延伸过去两倍 对 到那个墙壁那边 然后乘以二的大小 他画了非常非常多 跟墨西哥有关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爱国的 他很热爱他的国家的文化 不管是古文明 还是现代的文明 你看这是比利词 就是很多人会坐在旁边看 这样子 那这是 他画的那个地方原本是什么 那原本为了什么画 然后他把它写进去 有点忘记了 对 对 我再找给你好了 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他们的亡灵文化 就是墨西哥人有死灵的文化 这个文化已经迁入在天主教了 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国家 但是这个是天主教没有的 但是以前 墨西哥以前是阿斯特克人 这个地方 阿斯特克人的管理 那他们对于死亡这件事情 是尊敬的 所以他们会觉得 就是他们墨西哥很明和明的 叫做亡灵记 就是在万圣节那天 就是他们的亲人 那些会回来 10月31跟11月1号这样子 那有些人他们就是 在那天会去扫墓 然后就是带着餐点去那里野餐 或是住在那边 然后就是欢迎他们的家人回来 是开心的事情这样 然后甚至会有 好像我忘记是南瓜花还是什么 他们会在回家的路上放那个花 然后让那个小孩 然后11号是幼灵 还是我忘记有一天是幼灵 还是亡灵 就是小孩有 可以看的那个花 回到他家这样子 就不会像我们就是很害怕说 天哪 就是什么 鱼蓝盆记就所有的鬼道出来了 然后很恐怖 没有他们是很开心的 所以我在那里 我在那里感受到这个开心的气氛 然后你在服务馆里面 看到很多那种疯狂的 就是画的很好 就是做的很好笑的 那个骷髅头雕塑 你就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这样 所以我就买了一些给我朋友 然后我拿回来台湾的时候 我就说 欸这个送给你 我觉得很好看 我在墨西哥买的 你为什么要送我这个 我还不开心 就对 就是文化的差异这样 那这个 这个就是迪亚哥里维拉 那时候后面 他的太太就是弗雷达卡罗 他把他跟他 他太太都画进去里面 里面还有一成多他的朋友 对 那很厉害 那墨西哥最最厉害的就是 好像是世界三大博物馆 就是一定要去的博物馆之一 就是这个墨西哥城的这个博物馆 好像说 欸有本 对 国家 国家人类学博物馆 那这个博物馆非常的痛苦 就是他太多太多文物了 然后就是 遍及墨西哥各地不同区域的 不同的文物 然后你进去 如果你想要在一天挑战 这个博物馆的头会超级痛的 因为我们那一天进去之后 出来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复杂 就是里面太多东西了 那我先有几件给大家 大家 那个看一下 这个是那个阿斯特克书简 是我里面最喜欢的一个文物之一 他就是 他们没有文 他们是靠画图 然后跟那个就是 他是图文记录 这就告诉你说 阿斯特克人呢 他在什么时候 我记得 这是不同的 不同的官位 职位的样子 然后他们 上面也是 他代表不同的 不同的职位的人 然后去什么地方 然后遇到了什么事情 这样子 就是记录他们的历史 我非常喜欢 就有点像我们的书卷 然后你也可以想像那个 日本辅士会那种会卷 就是你打开 然后就是不同的故事 一直过去这样子 那阿斯特克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阿斯特克人的一些历史好 我就在一本书上看到 我觉得还蛮好笑的 这样讲 这样的很帅好 他们是一开始是一个游牧的民族 他们没有 他们没有那个自己的领地 一直到这个地方 到墨西哥城 他们才找到了 他们自己的领地 那一开始他们都当别人的傭兵啊 什么的 然后就是一直流浪这样 是个民族 那有一次 但是后来你就想说对啦 你这样子人家也不喜欢你这样 他就到某一个部族去当傭兵 然后部族的那个首领 就把他的女儿 就是叫他女儿去管理阿斯特克人 然后阿斯特克人的文化里面有一种 就是他们有血迹 就他们认为 献给神要献给神最好的 那最好的是什么 就是生命 生命就是最高贵的 所以他们求雨或什么 他们有时候就是会献祭这样 然后就是这时候公主来管理他们 他说哇 是公主耶 把他献给神 把他献给神 神一定很开心 就把人家的女儿剥了皮 然后就献给神 然后那个酋长超级怒 把他们赶走了 然后他们就继续流浪这样 有时候就有点白目了 就是 然后一直到这个墨西哥城 这边以前 它是一个沼泽地区 那他们以前的神谕就跟他们说 当你看到有一天有一只老鹰抓了一只蛇 停在仙人掌上 那就是你们要你们的居所这样子 那他们在墨西哥城的这个湖 沼泽里面找到了这个地方 就是真的看到了一只老鹰 掉了一只蛇停在仙人掌上 所以他们就在那里渐存 然后开始 因为都是沼泽地嘛 他们开始挖沼、沼泥 然后就填 填墨西哥那个湖 一直填 然后盖栈道 就从他们那个戏湖开始 然后盖栈道去连结不同的地方 然后开始打仗 就扩张他的版图 一直到现在墨西哥城 墨西哥城是一个沼泽 所以他地层下陷很严重 他已经全部被填满了 对 然后就是发展成一个很大的帝国 有啊 下陷 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教堂 就是倾斜 整个倾斜 因为我们就有看书 那是整个沼泽 然后上面把它填平 然后现在还在下陷 对 就是他们的那个就是 填的不够多 其实地质关系 他就泥 他就泥巴啊 对啊 所以就是墨西哥城 也有很严重的地层下陷的问题 那我在这个博物馆 找到了一个民族 我很喜欢 叫做Mistakes 就是他是做金工的 因为我在墨西哥 其实没有找到很多 就是我甚至问了美国的老师 然后美国老师就说 欸 我只知道墨西哥 有很厉害的断桥 其他我不知道 然后后来我在这个博物馆 找到 欸 真的有做金士 那这个很小 在这样子而已 的民族 他在南部 然后 等一下我会提到那个城市 然后 这墨西哥附近有个城市 叫做Tasco Tasco 是一个卖银式的城市 他以前是采银矿的 那他 因为一个元因素 而变成一个卖首饰的城市 然后很多人观光客 会来这边买首饰 然后有些人会去买 他就是小城 然后很漂亮 我很喜欢这个城市 会长这样 然后这是其中一个博物馆的翻译 对 对 对 然后你在路上就会看到随便都 电上面都会有 然后里面全部都是银饰 对 好 那我就特别提到这个威廉先生 威廉先生 他叫做威廉·Spotny 然后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为了要拯救自己 而成为别人天使的人 他是一个美国人 他本来是写小说的 然后他很喜欢墨西哥文化 所以他写了很多墨西哥的小说 有一天呢 他跟他的朋友 就来到了Tasko这个城市 那就来玩这样 那他在这里忽然 不知道受到什么启发 他想要成为一个珠宝设计师 对 所以他就 是发起吗 我不知道 所以他就留下来了 在这个时候 这个城市还没有发展成工坊 他就直接留下来 然后就是做 开始设计 然后做进攻 然后就是找当地人来成立工坊 然后做 他的银市在美国跟其他地区 获得了很大很大的成功 变得非常非常的有名 然后就是 就是 所以这个城市就开始慢慢的 有越来越多人在做进攻 越来越来越多人在做银市 一直到 一直到Tasko 后来连银矿都不采了 他采矿都没在采了 这个城市还是可以用 卖银市的方式 生存下去 所以就是 他其实你看威廉先生 当初他只是想要完成 他想要做的事 他就是然后做主宝设计师而已 可是他影响了这个城市的命运 欧洲 在美洲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是 采矿城市采完 矿被采完了 那个地方没有找不到其他的生存 其他方的生存 变得非常的贫穷 比方说波多西 对 可是这个城市找到了他另外的方向 因为一个人的梦想 那这个威廉先生 那他他他就是因为他很喜欢墨西哥文化 所以他就会加入了一些墨西哥的元素 对 等于他他出的书 你有没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图书馆找 好 再来 对 对 后来我到了瓦哈卡 为什么要去瓦哈卡 就是我刚才在那个人类学博物馆 找到那件金 金市嘛 那就是在瓦哈卡上面的一个小 小的民族 所以我就决定 那时候我在那边遇到一个韩国人 他说 他要去瓦哈卡 我就跟他一起去 这样子 他们很喜欢 他们就是路上会做很多纸 有这种东西 是纸 对是纸做的 小说有没有一种卡 蛤 对对对 你知道 对 墨西哥有一个 有一个传统 我等一下放影片给你们看 就是他们在生日或是解庆的时候 会把纸壶的那个弯 里面装糖果 然后那个小孩子就去打那个 打爆那个纸 然后打爆之后 糖果就掉下来 就会去 小时候有一个卡通 我真的忘记那个名字 就是他这只马 然后他马被打爆的时候 也会有很多糖果塞出来 但我忘记了 但我到这边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他是从墨西哥来的 这样 所以他是 嗯 他一天是做完之后 马上就打爆他吗 没有就是 就是会放 会就是看什么时候用 这样子 等一下我给你们看 他会有装盆的店在卖那个 真的吗 对 可我想说他发室外不会下雨吗 那个是装饰用的 而且就是他们 他们不会像我们这样忽然就下雨 他们干湿季是很明显的 对 我在那里几乎没有遇到下雨天 对 sorry 嗯 那墨西哥人 我觉得他们是没有色彩不能 不行的民族 就是他们东西都非常非常彩色 你在博物馆会看到很多彩色的东西 哎 没有 好吧 嗯 好 等一下 然后再来 我去网哈卡的那个博物馆之后 我就找到了 哎 帮我拿这一本好不好 对 那我等下有兴趣看到那个 那个民族就是这个民族 他做了很多的经事 在这本里面 大家可以看 嗯 后来我就去北边的一个 叫做 Semige de Allende的城市去 原本是要去那里拜访一个金工学校 但是我到那里去的时候 那个金工学校已经因为家庭的斗争 分成两边了 就是他那个学校被剖成两半 一半是还是做金工教学 另外一半变成画廊 那就是在那一档画廊的展览里面 我就认识了那个那个画廊老板 就说 哎 我是来看那个Allende的学院的 他就说 哦 现在Semige最有名的已经不是Allende的学院的 你要去找这个人 然后就拿出一个名片 然后就写跟我说 你去找他 他才是现在最有名的人 他叫做 比利 对 等一下就要讲到他 那就是 在Semige是 他们是一个很有名的艺术 艺术村 就是这边有很多很多 很多艺术家在这边 然后有一个小型的艺术村 里面有很多工坊 那你会看到很多彩色在这个城市 然后我 那时候我在书上看到的时候 我都很兴奋 想说一定要来这里这样 后来我遇到那个中国人 我就跟他说 哎 我要去Semige了 他说 那是美国人养老的城市 你怎么去那里这样 然后就是 就是 就是 其实他就是 很多美国人会住到这里来 因为就是价钱相对便宜 就像你今天存了很多退休金 那样去越南退休 就是你会可以过得很爽 然后就是 就是很开心的退休 所以很多美国人在这边 那这个城市 就是非常让我惊艳的 就是 我不知道是因为很多外国的移民 还是很多老人的关系 他非常非常的有礼貌 这个城市 就是 我在旅行这么多地方的地方 只有 我只有在 葡萄牙的 跟这个城市 遇到是 你在路上 看到陌生人 你跟他不小心对到眼的时候 听到我们都会 就是很快这样 闪避 这样 或走过去 或是他更不看你 可是自己的人会看到你 会跟你说 嗨 你好 好 然后 就是或者是说 或者就是给你一个微笑 这样子 在这个 这我旅行的过程中 我只有遇到这两个城市会这样 然后 但他这个城市更夸张 就是 有一天我就看到我的对街 就是中间有一条马路 然后我对街有一个 墙面很漂亮 我就想要拍照 所以我就站着 拿起了我的相机 正要拍下去的时候 我发现旁边的车停了 他就 他就停了 因为他知道我要拍照 他停了 然后等我拍完 他再开过去 他搞得我很紧张 我想说你 我这样我没有办法好好拍 然后我就 我就赶快随便拍两张 然后跟他说写 然后他就这样 然后就走了这样子 那刚才给你看到那张照片就是 这是一个小姐 他感觉上 应该是新来的 不知道是怎样 他就是要过马路 这是一个警察 他就帮他拦车 让他过马路 我就想说 这是什么世界 就是 这是什么 这是那个 李运大同片里面的世界 就是 就是他帮他拦车 就让他好好的过马路这样子 对 就是这个城市还蛮生气的 然后这是一间 博书馆前面的书店 然后有很漂亮的壁画 那他们就很喜欢做这种大型的玩偶 就是做游行这样子 嗯 然后这个是在酒吧前面 就是他们教堂 那边有个小酒吧 然后你们就听到音乐 就走过去 然后就是两个大学生 应该我记得是大学生 然后在那边表演 他们超厉害 超厉害 我好像有影片 对 但是就是 就是那时候 那时候我不知道他们其实真的很厉害 然后那时候就是两个很年轻的人 然后就觉得好像是梦想 梦想的团队这样 所以是 这个是一对兄弟 然后这两个是他们 应该是他的朋友吧 组成了一个乐团 那主要是那个兄弟 然后我最近很开心 就是我在 我在i2上面找到他们的专辑 就是他们有初心专辑 然后就觉得很厉害这样 他们是做古典吉他 没有人唱歌的 都是弹得很强 很厉害 那我刚才说的那个 跨廊老板介绍的 就是这个Billy King 我一定要特别提到他 他开的工厂叫做Starring Quest 然后他是一个很疯很疯的人 就是 是我那时候写信啊 说 欸你好 我是从台湾来的 然后我想要去拜访你的工作室 可不可以 然后他说 喔好啊你来啊 然后你就想说 你是一个正常人 然后我进去的时候 他就说 欸你会不会喝酒啊 然后就 就啪拿了一杯 他就说 那这个是 那个是那个 叫什么 Biscot吗 就是我又说是某一种酒 他说 喔不是 这我朋友亮的龙蛇兰酒 很好喝喔 喝了就不会冷喔 然后就给我一杯 然后就说 额礼貌 好喝一下好了 然后他就说 然后就开始讲 然后中途超级多脏话 那他的学生会来问他问题 他就会说 欸我现在可以讲脏话吗 我说 Fuck 你连这都不知道啊 你给我去那边什么什么什么 之类的啊 就是 然后 他是一个很反社会的人这样 然后这个是他 是他 呃 教过学生的国家 有很多国家 那 特别要提到他的原因是因为呢 呃 我觉得 看一下他的照片会比较好 对 就是大叔 哈哈 就是 我觉得他应征了一句话就说 此地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这样子 他是加拿大人 其实 然后他 他在加拿大的时候 应该是有点 应该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嬉皮 反正他就是被 就是 就是在国家里面 不是很受欢迎的人 他应该做 我不知道他应该做过劳 因为他最近 一直抽那个 劳育的照片 哈哈哈 就是搞不好很紧张 然后就是 他 呃年轻的时候 呃十几岁的时候 就去黄金工厂工作 然后工作到后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被政府盯上 反正他就没办法 留在他的国家 所以他就有点像是半被驱逐出行 这样的来到墨西哥 然后就在 因为他会一点进攻 所以他在阿燕德学院 那教书这样子 那因为他教得非常非常好 他就出来 他就出来 就是离开 然后就开始有很多很多 学生从世界各地来跟他学习 这样子 那我就问他说 所以你会想念加拿大吗 他就说 嗯我的国家没有不好 但我政府很不好 就是我现在 我没有必要回去啊 我在国家墨西 都可以过得很好 那他 我觉得他就是 就是 太印证了 一句话 就是当你觉得 这个地方不适合你 过得非常痛苦的时候 也许到其他地方 你会找到一片天 他这是那个画廊老板 极力推荐我来找 这个金工艺术师的 就是他蛮厉害的 然后我就说 欸那你是一个创作者吗 他就说 我不是创作者 但我 我创造创作者 就是我创造艺术家这样子 就是他 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导师的角色 对 那确实他也做到 因为 那时候我回去找他拜访的时候 刚好晚上就是 那个画廊有一个展览 里面有一半以上 都他学生的作品的展览 然后他是他的工作室 好的 就是一些很多这个图在墙面之类 对 好 然后再来我去了 也是另外一个银矿的城市 然后再到 这个城市去搭飞机到洛杉矶 然后回台湾 然后 因为我之前在澳洲打工度假的时候 我认识了一群韩国人 然后 然后我那时候在韩国转机的时候 我就 我就问他们说 因为我们已经在五年没有见面了 我就说 我会在韩国转机没有时间出来吃饭 我就问了 这个男生 对 然后后来 因为我后来不是说 我在那个地方 遇到另外韩国女生 带我去 墨西哥南部吗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跟我朋友约25号 就是我写信问他说 25号可不可以吃饭 他说 25号 韩国人25号是跟女朋友去吃饭的日子 你绝对约不到你朋友的 然后我就说 诶 那个听说 这个你们今天是不是要跟女友去吃饭 那我们可以不要约 没关系 他说 没关系 现在我没有女朋友啊 然后找了一群其他的澳洲的朋友 然后就大家一起吃饭 很开心 然后我就觉得这是 对我来仰师这趟旅程 很好的一个ending这样 然后我在这一路上 就是 因为我之前参加了一个 我不知道你们最近 有没有听过Gogoro 就是一个电动摩托车的计划 那就是我那时候很开心 很荣幸在出国前 成为他们第一任的pilot 就是我可以骑摩托车 然后画茶画干嘛的 然后就是后来我就画了一个贴图 然后在那个旅行之后 一直不停的画贴图 然后最后回国的时候 就出了一个小的贴图 对 然后我同时出国前 我也在那个新北市那边住村 所以回来的时候我就用 我们在墨西哥看到的一些东西 因为他们又有一些 我就觉得去那个国家晚上 我就觉得亡灵在四处飘着 所以我就把一些动物的形象 跟那个做 跟场景做结合 然后办了一个小小的成果展 这样子 然后 现在在做的就是 文明堡的日记整理出来 然后希望明年可以把这个旅行 出成一本书 大概是这样子 嗯 然后 然后这个最后要非常感谢就是 我的爸妈 因为就是 这不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女儿 就是 就是不结婚 然后跑来跑去这样 然后 就是 特别是我爸 我爸就是会支持我做任何事情的人 然后我妈每次都说 你就还要出国 就是不要赶快找个人家 我爸就说 你不要管他啦 就是他就是会支持我做任何事 然后我妈就是后来嘴巴说一说 可是他就是就是在你要去任何地方的时候他都会用最大的就是他的方式去支持你这样子 然后他们今天也有来现在 谢谢 对 那 那就是 就是这趟旅程大概是这样子 那中间有很多条过的地方是因为现在已经9点16分了 那如果你们想要听其他的话我可以 就是其实我还有很多影片跟 跟中间的一些故事这样 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 可是就是 我觉得需要一点时间给赶时间的人逃走 所以我现在放那个 我现在放这个日记本的影片 然后前面还有一些 呃 参考资料 然后我今天有带了我的日记来 如果有想要翻阅的可以翻阅 那我现在放这个影片 有赶时间的人可以先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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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参加一行 不照我一下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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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耶 我可以跟你们合照一下吗 可以啊 可以 合照完 开放提问跟那个 以及就是续花了好不好 好 那我要在哪里 你在这里啊 在家的 我帮你坐这里啦 坐我隔壁 好 我坐隔壁 我帮你拍 所以你才要坐我隔壁啊 要帮我拍 太好了 好 那那个 往前 大家往前一点 好不好 用谁的手机 谢谢大家 喂 哎好哦 用我的手机 麻烦大家 那等一下如果你们想要问 或是中间 跳过的 中间跳过的旅程 想要知道的 都可以问我 好可惜耶 好可惜耶 谢谢 耶耶 珍珍 放这里哦 一 二 三 那一张 一 二 三 OK 好哦 好开放提问 好 你刚才说 那个 为什么 前情提要 哦对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场旅行呢 就是既然现在留下来都算是自己人啦 我就开放的说吧 哈哈哈哈 就是我之前 这我在偶尾来也没说过 有啊 你在说我 没有 没有 其实有一段没说过 蛤那可以先那个吗 停下来 哈哈哈 就是 就是 我那个男朋友 然后那个韩国男朋友很厉害 他就 我就说 他就说